向各位報告 因为我们基于台联党团 还有其他党团的提案 对于受雇医师 适用劳基法的具体时程 我们因为有争议 所以我们就开了这样的一个 宫听会 那本来预定的日期 抱歉 我非常郑重的给时代力量抱歉 因为时代力量 党团在我们院会提案 要将受雇医师纳入劳基法的适用 那后来呢 其他党团陆续提案 所以我们并案协商 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有很大的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 大家都一致的支持 受雇医师应该要纳入劳基法的适用 但也有很大的歧见 这个歧见在于说 到底这个适用需不需要有一些时程准备 那需不需要有配套 所以我们今天啊 在于有共识的基础上来处理这个歧见 那我们今天啊 回过头来开了这样的一个公厅会 我们希望受雇医师 适用劳基法的具体时程及配套 这样的一个争点在哪里 让大家来表示意见 那首先谢谢各位专家学者 团体代表及政府单位啊 出席本日的会议 那我们为了这个 广征民意啊 那邀请了许多的这个专家学者 今天与会的这个人事也非常的多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充分来讨论 那我们大概有一些讨论的提干 提干和方向 首先呢我们在想 是不是 现况各科别的医师平均周公时为何 那我们知道各科别的医师的公时 其实长短哦 并不一致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如果将这些受雇医师 全面纳入劳基法适用 那推估这个时程 会不会有科别的差异 那各科别又需要多少 那需要的相关配套方案有哪些 我们等一下会先请卫福部 与教育部来说明 医师人力来源的配套规划 那第二个我们也要再厘清 针对公时过场的科别 那医师的劳动形态如何调整 那以让他符合劳基法的规范 以及对民众就义可进性的影响 另外呢 有医师也主张说 我们就是要先试用 我们可以先试用到第84条之一的责任制 但是我们今天也要讨论说 直接试用 但是要试用到84条之一 是否有助于改善医师血汗过劳的劳动条件呢 那我们看到护士 我们这些护理师其实争取了很久 就是要摆脱84条之一 非常多的行业 因为试用84条之一呢 事实上成为这个血汗劳动的噩梦 没有停止过 所以很多的行业虽然试用劳基法 但是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无法摆脱84条之一的这个框架继续被剥削 所以我们要必须讨论说 适用到底要不要直接适用到84条之一 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广义提出宝贵的建言 以作为我们受雇医师啊 适用劳基法的具体实陈 我们今天公听会 能够有相关议题的修法参考 首先呢 我们是不是就已经签到 我手头上有的这个名单了 我先来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人士 首先我从行政政府代表来介绍起 因为他们大概都已经签 大概都报到了 我们卫福部的部长林皱炎 林部长 然后我们 谢谢不用拍手了 我们医师师的师长 王中西王师长 我们社保师的师长 区同光区师长 然后中央健保署的专委 林熟范林专委 再来是我们劳动部 劳动部的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师的副师长 这个 OK 没关系 这个黄维春 黄这个副师长 那刚刚进来的是我们劳动部的政务次长 我们的廖方会廖次长 接下来介绍 抱歉 廖慧芳 廖次长 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劳动保险师的副师长 我们邓明斌 邓副师长 治安署的组长 我们的林玉堂 林组长 接下来介绍我们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师师师长 李燕怡 理事长 然后高等教育师我们的专委 王淑娟 王专委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各位与会的这些专家学者们 首先我先来介绍这个 我依照这个我现在手头有的签到了 因为可能后来还会有 来我们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 麻醉科 我们的王明俱 王教授 欢迎你 谢谢你 台湾外科医学会的秘书长 马新医 马秘书长 台湾儿科医学会我们的副秘书长 叶树人 叶副秘书长 欢迎你 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 全国联合会 我们的刘荣森理事 我们台湾医疗劳动正义与病人安全促进联盟 我们的李氏 曾嘉林 曾李氏 然后我们的中华民国急救家户医学会 我们的蔡宏斌 蔡医师 我们这个医师劳动条件改革小组 我们的黄志汉 黄医师 我们医师劳动条件改革小组 我们的郭雨婷 郭医师 我们的医师劳动改革小组 陈宗严 陈祖元 我们这个医劳盟的医师 吳直中 吳医师 我们医劳盟的这个法务 詹全齐 詹医师 然后齐美医院执载医师 蔡博强医师的太太 我们的李其芳 蔡医师也有来 抱歉 我们的这个蔡博强医师 这个贤康力都有这个参加欢迎您 还有我们台湾医院协会委员 中慧如 中委员 这样子是不是还有吗 好 OK 这个是我目前介绍给大家 已经签到的这些与会的专业人士 各位朋友 我们是不是请大家来填写发言的登记 我想今天公定会的顺序先这样子 我们既然这个 受贵医师要纳入劳基法试用 我们期待新政府上台 林部长给我们新的改革 那他本人也提出了方案 他也释出了这个善意 但是他具体的这个改革的期程 可能没有办法符合我们医师界的这个 受贵医师的期待 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先让他发言 让他将他的这个改革方案向大家报告 然后我们是不是也陆续请大家登记发言 我们先行政部门 我们的这个部长发言结束以后 我们让所有与会的这个专家学者 医师来发言 然后我们再请这个行政部门再回应 然后呢如果大家意犹未尽 我们在第二轮再发言 然后我们再回应这样子 我们希望能够借着 我们先抛出问题 请行政部门回应 继续抛出问题 请行政部门再回应 来厘清相关的这个争点 然后取得相关 希望能够有一些更好的整合 意见上的整合 那每个人发言时间基本上一六分钟 六分钟结束以后呢 我们在第二轮再继续发言 首先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的 林奏言林部长 先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关心医疗劳动条件的各位先进 大家早安大家好 医师纳入劳计划已经是各界的共事 目前本部的态度是 所有的受雇医师同时纳入劳计划 这也是蔡总统的政见 但是其成呢是大家可以来讨论 但是医师纳入劳计会不会影响到民众的就与权利 以及对于现在大家担心的意见崩坏 会不会有更不良的影响 这是值得我们要来考虑的 所以我在5月20当天呢 就成立了一个 医师劳动条件改革的小组 下面分了三个分组 第一个就是医师人力 第二个劳动条件 第三个就是医疗政策 这三个小组 那这个小组呢 希望今天我们共听很多的重要的宝贵的意见 给我们这个小组来做参考 那其实这个医师纳入劳动条件的基础呢 就是劳计法的84条之一 也就是所谓责任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公司是可以协商 但是同时呢 我说为什么要一段时间来做配套呢 第一个就是要减化我们的医院评鉴 那目前我已经有一个 减化医院评鉴的改革小组 这个月底 其实可能月中就已经提出 会提出这个报告 我们明年度就会用新的医院评鉴的方式 第二个 医师人力到底要怎么补足 因为这个预期的医师人力 会受到影响 那医师人力分了两成 一个是医师的补充人力 不管医学生也好 不管是工卫医学生也好 那这个部分呢 这个我们都会继续和教育部来再讨论 另外医师的辅助人力 目前都是靠这个专科副理师 专科副理师也行之多年 也是经过我们国家考试及格 但是一方面它会影响到 我们已经不足的副理人力 第二个我们应该扩大 这个辅助人力的来源 所以跟美国 要美国就是有专科副理师的MP 一个叫PA 就是医师助理 医师助理在美国澳洲都一样 都是要他的相关科系毕业之后呢 在读两年 在两年同时加上实习 要考试及格之后 是可以当做医师助理 那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来做讨论 第三个医师训练的制度 是不是要做变格 因为医师训练的时间 很明显的就会减少 尤其是外科医师 他开到的时间一定会很明显的 到底我们整个医学教育 或者专科医师训练的制度 到底要怎么变革 那这个我们也都有初步的讨论 第四个我想要设立一个专科 我们目前26个专科医师 可能需要一个新的专科医师 英文叫Hospitalist 就是在美国是已经20年的 我们急诊有急诊的专科医师 专门看急诊的专科医师 但是我们照顾住院病人 也需要有专门照顾 住院病人的专科医师 这个欢意大家还没有统一 不过我姑且用住院主治医师来称他 那这个住院主治医师呢 对于目前中小型医院 以及如果以后我们有 开放医院成立的话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力 因为我们目前说医师不足 其实在白天事实上还好 最主要是在夜间还有假日 医师是严重不足 所以这个部分呢是需要做这个新的专科出来 第六就是要做分级医疗 如果分级医疗没有做出来的话 那大部分的击重症本来就在大医院 那加上这些比较轻症也在大医院的话 我想这个医师纳入 然后就还是这个 这个集中在大医院的医生会非常受辛苦 那我为什么这一次特别提到要同时纳入 我上一次提到的是只有住院医师 住院医师纳入的话是比较快 随时要纳入都可以 那主治医 但是只有住院医师纳入劳计法 他的工作的这个 所有的工作都会shift到这个 这个年轻的主治医师 所以年轻的主治医师他受不了的话 他就会离开 那可能本来是V5V10是在做这个下来值班 那可能就变成V15V20就要下来值班 所以要同时纳入 就是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同时纳入 也就是所有的受雇医师同时纳入才合理 那我上一次事实上是 不是很正式的提出 但是因为当时的医院还没有准备心理准备 不过那我提出之后呢 现在各医院已经非常积极的在准备 如果技术尤其立法技术可行的话 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 我刚才提到那么多的配套 那么多为什么要实证 如果这个配套没有跟得上 医师纳入劳计法 那对我们的医疗整个医疗体系 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所以才需要有一点时间 万一我们的这些小组的结论是需要三年 需要四年 那还需要很久的话 我个人是想如果立法技术允许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个 这个职灾跟工时把它脱钩 也就是将住院医师的职灾 优先看怎么样把它立法进来 这个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 那第二个 最重要我们今天讨论最重要 其实都没有 今天我们邀请的比较没有民众的代表 其实住院医生纳入劳计法 对民众医疗就医到底有哪些影响呢 我们要多跟民众来做沟通 那我也期盼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 我们以后纳入呢 都是要民众的就医权放在底 以上是我简单的补充 谢谢 好谢谢我们的部长 那也非常谢谢你的提醒 的确今天我们 没有去思考到 因为我们本来在讲的是 这个受雇医师纳入劳计法 当然你在讲说配套需要考量的是 这个民众的就医权利的影响 事实上的确也有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点不足的地方 下一次再继续讨论 有机会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先 继续先请我们劳动部 也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请劳动部大概 简单报告一下 主席各位先进 就劳动部的立场 目前这个医疗保健服务业的受雇医师 会先朝向指定 比如说住院医师适用劳基法 这个部分来努力 那本身医生因为工作的时间 跟他的性质的关系 所以他的特殊性 当然还要考虑到病患的就医权利等等 所以在目前 我们是把他认定说这个是不适用劳基法 因为他确实现实面有自爱难行之处 但是对于医生劳动权益的保护 我们劳动部向来重视 所以我们已经跟 我们会跟那个卫生福利部 相关单位持续沟通协调 所以对于 并且我们会配合卫生福利部的规划 尽早将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的适用 那至于是不是可以全部受雇医师 全部把他纳进劳基法 这个恐怕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相关的配套措施 沟通积极协调等等 那过来可能 议会者会比较讨论的就是说 那试用劳基法以后可不可以用 劳基法84条之一的责任制来解决 那这个部分我们要先探究 劳基法84条之一的规定 劳基法84条之一它是包括 第一个就是监督人 管理人或责任制的专业人员 第二个监视性及间歇性的工作 第三个其他性质特殊的工作 且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的工作者 这个可以由牢固双方另行约定 工作时间立假休假女性夜间工作等等 并报请当地主管机关合备 可以不受劳基法相关规定的限制 也就是说 劳基法84条之一的适用 不是说全然没有限制 这个是这个法条它让雇主跟这个 特殊工作的劳工 可以经过合理的协商 来限制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是说 如果在住院医师部分 假设已经认定 适用劳基法的部分的话 那当然就适用84条 就住院医师这一块 适用84条之一的相关的细部规定 这个我们还会跟 跟卫福部甚至其他的团体 来定这个限制的范围等等 总之对于这个 受雇医师全面适用劳基法 这个部分我们是会配合遵照办理 而且我们会朝向这个方向来努力 谢谢 好谢谢 下一位我们是请教育部 在同时我们是请大家发言的兼登记 教育部我们报告 刚才部长所提的这个配套 主席各位委员 有关于今天立法院社会福利及 卫生环境委员召开 医师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具体实陈公听会 那定有三个讨论提纲 那其中跟教育部议题相关的 我们简单的说明 讨论一 有关医师人力来源配套的规划 涉及的是医学系学生的招生名额 那么在教育部呢 我们希望能够切合这个国家发展 还有产业需求 我们增色调整院系所学位学成的一个计划呢 会邀请各事业单位 就国家社会人力需求 还有人力的推估等面向来协助 教育部做一个这个审查 那至于医学系招生名额呢 我们是配合职长医师人力推估的 卫生福利部 对医师人力需求的规划 那么医师人力的培育 采教教考训用的管制措施 目前呢 我们对于招生名额的总量呢 为止是1300名 那有关医师人力培育呢 要我们希望也要考量到大学端 一个四字教学设备的配合 来作为我国培育优质的医师人才 跟维护我们的医疗品质 因此呢 未来我们会配合卫生福利部 在维护医学教育品质下 来核定各校医学系的招生名额 这是第一个 讨论三 有关医师适用劳基法 能不能改善劳动条件 那么跟教育部比较密切关系 应该是目前大学医学系 实习医学生的实习权益保障 那针对这个部分呢 有两个部分来说明 第一个就是各界所关心所谓的旧制 七年制 或是说一百零二学年制 一百零二学年度以前入学的 一个学士后的医学系的 医学生临床实习 我们称之为intern的相关学习 跟身心安全的权益 那么基于医学教育 跟医学临床训练是 有关我国医师人力品质 所以我们会协助建立完善的学习 跟训练制度 透过相关的一个配套措施呢 让医学生的专业智能两层 跟他们身心安全的需求 能够受到照顾 所以我们在邀集各相关单位 召开多次会议 从101年到104年开始呢 办理各项会议也召集医学校院 学者专家 当然还有包含卫生福利部跟劳动部等 共同来研议 我们有了共事之后 考量现况有关旧治的医学系 七年制跟新制的课程的实施呢 我们建立了相关的权益保障措施 在法制面呢 我们研议的一个专法是 希望第一个 我们看看是不是 定立一个专法保障 或是建请劳动部考量 用专章的方式 比照技术生专章的研议 在劳基法保障学生权益的可行性 来维护现行实习学生的实习权益 并考量医学生培育的特殊性 对于所谓实习实书实习训练的实书的需求 能够定定释法或立法需求的时候 我们能够针对旧治的学生 或者医学生临床实习的规范 来配合来处理 那旧治的医学生是在1080年度会结束 届时新治的学生 也所谓六年治的医学系的医学生的全史临床毕业进行之后 他的身份就会属于实习医生的身份 就可以依据医师法纳入劳基法的进程来给予保障 过渡期间这个医学实习生的临床实习 可以透过我们相关的规范来给他保障 那当然未来在实物面包括强化学生的一个实习的保障 比如说我们会在学生赴教学医院实习期间 除了学生平安团体的平安保险之外 我们另行投保这个伤害保险100万以上 得附加伤害医疗险 那么我们也对如果可以额外增加保险额度的项目 也会请学校配合来处理 这个是目前我们在这 当然我们也订定的所谓实习医学生临床实习的指引 还有目前也订定大专校院办理医学生临床实习的实施要点 以下称为实施原则 那这个规范的内容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请大院来参考 最后呢我们也会根据医学生实习原则 纳入医学教学评鉴跟医学教学医院的评鉴项目 对于新智医学系医学生的定位 我们定位他是实习的主题 所以目前我们也积极办理大专校院办理新智医学生临床实习实施原则的公布 以上简要跟各位委员报告 谢谢 好谢谢我们教育部的报告 那我想今天最重要还是听听各位这个专家学者的意见 那我们依照我们的发言顺序 我们的委员也是依照这个发言顺序 依照先来先登记的这个原则 那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会进行到两轮的发言 所以第一轮呢我们还是发言每个人为六分钟 为原则 那我们是让大家讲完如果 讲完以后请行政部门回应之后 还想再讲的我们登记第二轮 我们待会会宣布第二轮的发言登记 那首先我们请这个一劳盟的理事曾嘉玲小姐 曾医师抱歉 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曾嘉玲代表一劳盟在这边第一次发言 那这边我又准备了投影片 那很抱歉投影片没有印给大家 那请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我说我们医劳盟主要的论述 在这医师纳入劳基法的论述上面 有几个方向 第一我们认为就是我们谈到为什么 再来就是关于台湾医疗的需求 还有台湾医疗人力的需求 再来是台湾医疗服务的供给面上面 那最后我们会谈到医劳盟对于 纳入劳基法的实陈主张 还有对于配套的一些主张 那我们知道过劳 医师过劳会造成自己的潜在伤害 也会造成病人的潜在伤害 那五大科医师领证上面 占所有的医师的50% 但却造成住院照顾的一个过劳 一个五大接空的一个情况 那很悲伤的在这过去几年间 有非常多的医师在职场上受医伤而死亡 那这样的过程让我们所有的医师 非常团结在一起 尤其从这最近四年 统计上有42个医师死亡 但是有多少过劳死不知道 但是我们一直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医师身边 因为跟我年纪接近了医师 四十几岁神经外科 在后来就直接就发现他三条血管全塞 必须要做绕道手术 根本连放支架的时间就没有 一个神经外科就这样报销了 再也不可能开刀了 那何况还有很多 今天来的蔡医师身上 我们看到他们的所有的一个医师 他的损伤 他造成的不仅是他的家人 他自己也造成他的家庭 跟整个社会的损伤 至少有三亿的直接 损害 还包括其他带给病人的其他福利 那我们知道在很多劳工局里面 有合备84条之一的公使里面 有谈到一些像 电影业或是保全 上限公使设在每四周288 那对于我们来说 勞基法 勞基法绝对不是只有公使保障 他最重要的还有其他的一些 定型契约 其他的产假 还有其他的一些值灾的伤害 那包括其他至于其他延长公使 的加班费 减散费 那其实也是另外的考虑 所以勞基法对医师团体来说 他不只是公使 那医劳盟在这边主张 首年以84条之一 以四周288公使为上限 主治医师跟住院医师一并纳入 最后在逐年 主治医师跟住院医师部分 逐年缩短公使 最后要退出84条之一 回到基本公使身上 而这个时程必须是 台湾的一个医疗服务的调整 人力的调整 服务形态的调整 民众需求的调整 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病人的安全 跟病人的权益上面 其实台湾医师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 那关于目前 其实我们看到衛福部的努力 在104年 有一些 大概有38家医院加入 大概有50个hospitalist 已经有达到一个比较 住院医师的工时 有下降到目前平均是71小时 所以跟我们288 其实在平均上面 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努力的空间 还可以继续下降 那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说所谓的需求 其实我们要看 是不是有一些假性的需求 还有刚刚部长所提到的 分级医疗如何落实的问题 那再来刚刚hospitalist 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那我们再谈到医疗需求的 假性需求的评估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跟世界各国比较 可以看到台湾人均的一个门诊过高 其实这是可以被降的 那台湾的住院日 那这比公益国家比起来也是过长的 公益国家可以达到6天 台湾目前是9点多天 那当然我们说日本这个资料比较不确实 因为他把那个慢性住院也放进去 那再来还有一张没有做到的投影片 除了人均门诊过长 住院日过长 台湾人均住院日也过长 这三个数字的统计可以再再显示 台湾的医疗需求有很多 其实是可能是可以被大量改善的一个目标 那这其实在医师闹劳基法 关于医师劳过劳的这件事情上 是非常值得大家要努力的方向 在国际比较上面 还可以看到就是医疗支出 以台湾的那个老年人口 跟是OECD的比较 可以看到台湾的那个健康支出 占6.66.8 但是我们有很多必须要去讨论 就是我们还有很多还可以必须要提高的 包括公共部门的健康支出 其实也是低估的 所以在公时上面 我们看到英国有它的进程 它经过了大概15年到20年的一个努力 那在日本也是 日本目前它的那个平均公时是不可以超过38 但是有加班也可以到62 那再来看到 衛福部的估计人力估计 其实我们认为其实是可以讨论的 就是说目前以日本的 我们日本在2013年花人口25% 那它每千人是有2.4位医师 那台湾预估在2030年的时候 已经有2.6位医师 其实医师能力是够的 但是如何去分配所有医师的工作 还有如何降低医院住院的一些需求 其实是非常需要被讨论的 那在衛福部的统计资料里 提供的资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几个错误的可能可以改善 第一 医疗 我可以继续 不好意思 首先 临床的 实数估计的缺口 其实是必须要重算的 因为我不相信 在这未来的十年内 台湾有办法 继续用这样目前的医疗需求 维持台湾的人口问题 跟病人 所有的生活医疗照护 在未来 2030年有25% 但是到2040年的时候 会有到40% 30%的老年人口 没有办法再继续用这样的医疗 以民众现有的需求 来无限上纲 对医疗的照护的要求 所以必须要去检讨这一方面 第二 科学排班的问题 是非常必须要重视的 科学排班 目前有很多人 已经开始在研究 包括医测绘 但是我们认为 可以更积极的去讨论这件事情 那还有那个 衛福部的资料里面提供的 Hospitalist工时 它算了80小时 这个是错误的 不应该用80小时 Hospitalist 最终目标 是为了让医师闹 老基法能合乎 每周40公时的目标 所以它的公时设计 应该是40 但是它的分担业务 也不应该是二分之一 我们应该可以达到一 所以虽然数字 算起来是一样 但是它的逻辑 计算逻辑 是必须要改的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 台湾的如果要 最担心的 大家都是担心 夜班值班人力的问题 台湾有13万张病床 10万张在教学医院 站床率 我们算80%来说 目前的值班人力大概 每夜大概需要 13000人次 但是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浪费 没有效率的 那也长期下来 对医师过来 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估计下来 看到科学排班下来之后 我们认为每夜值班人力 应该到七八百人左右 那在卫福部的PGY人力 住院医师 还有Hospitalist 人力加入以后 我们认为 其实Hospitalist的人数 应该要再增加 而且必要时就比较 像在家庭医学科 医师 我们必须要去采用 一个非常大型的 一个事办计划 除了目前小规模的以外 那整个夜间照护人力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PGY 住院医师Hospitalist进来以外 过去在第一线值班 中正医师 甚至社区医院的组织医师 其实也都在这里面了 那未来必须 还要考虑一个开放医院 所以基层医师 也必须跟他这个体系内的 一个去社区医院能够结合 甚至有一些Locom 像一些代办医师的部分 可能也必须 有一些人力 医师在读博士班 医师在国外 回国的时间 其实都是一个浪费人力 也必须要可以考虑 那在科学排班的模式 其实有非常多 其实可以参考 这样子都可以兼顾到 医师的生活品质以外 也可以提供更好的 一个医疗服务 跟病人照顾的 一个专心度上面 这是其实 第一就是应该要有一个 在国外的一个改变的 一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设计出 不用24小时值班 不用更狂论 32小时上班的状况 可以到每班12小时 那病人无间隙的照顾 好 所以医疗盟的主张是说 即刻公布 着手规划 那所有的住院 受雇医师纳入 84条之一 立即享有职灾 不需要专门立法 那至于工时限制 进行协商 并且有个有计划的进行 主治医师要逐年 甚至在4到10年之内 要降低工时 退出84条之一 住院医师跟PGY 也是一样 也是首年以4周288小时 为上限 逐年降低 大概到 希望能够在15年 10年之内 能够合乎 劳基法30条 或者是直到84条之一 废止 所以我们对于 医疗盟 纳入医疗基法的配套 主张里面 认为有五个方向 必须要做 第一 医疗服务一定要改革 必须针对民众的健康势能 跟死亡势能 必须要去提升 减少无效医疗 包括住院跟门诊 都是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 大家目前的 人受险上面 也必须要去管制 第二 医师人力的规划里面 Hospitalist 非常重要 必须要重新估算 它对于台湾的一个 正面的影响 也包括一分级医疗的照顾 那再来就是 整个医师人力 其实劳动成本 是完全被估算错误的 在劳动成本上面 目前以我们来说 以住院的一个 整合性的组织医师 照顾住院病人里面 我们每天的病人付费 只有300多点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 cover到夜班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办Hospitalist的医院 全部都是成亏损的 所以没有医院 愿意再去做这件事情 即便最近两年 衛福部给了补助之后 一样是亏损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第五 劳动教育必须列为必修 然后所有医师人员的必修学分 然后 所以医师难过劳计法 是一个必须要解决医师的 抱歉 可不可以再简短 因为已经12分钟了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所以 医师的健康的社会决定因子 就决定在各位身上 那包括要把医师职场的性别障碍撇除 也必须在这上面谈 因为未来女医师的人力已经到百分四五十 其实这件事需要去改善 最后以五年前离开的林彦廷医师 他留下了他一个中风的爸爸 中风的爸爸是在出庭的时候中风了 整个国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 医师是完全没有负担责任 而且必须再继续提出上诉的陈拉医院 那林彦廷医师在此 借此希望透过我们来表达 他们认为不希望再有医师受到任何一个伤害 必须将医师纳入牢基法 改善医疗环境 让每个尽心尽力的医师 可以得到正当的生活保障 谢谢 不好意思 好 谢谢我们医劳盟的发言 至少我们会有几个争点可以再继续讨论 比如说科学排班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Hospitalist 估算的错误 这到底是不是错误 还有临床医疗时数缺口的估算也错误 我觉得这蛮值得再讨论的 因为行政部门也有必要 对于医劳盟的质疑提出回应 待会再回应 下一位我们是不是请我们 这个医师劳动条件改革小组 我们的陈宗妍陈医师 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前辈们大家好 我是陈宗妍代表医师劳动条件改革小组来发言 就是工时过场这件事其实起底盛名啦 但是我们其实已经花了非常久的时间 从我还没进医院到我现在已经从医学系刚毕业 那我们一直在争这件事情争了非常久 那从包括五年前林彦廷 刚刚前面提到林彦廷医师的这个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之后 我们其实就有非常多的倡议 然后不管在街头上 不管在这个体制内的会议厅里面 我们开无数的会 那我要说的是 我们的医师纳劳机法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 已经有无数的无数的医师在这里面 在这个错误的体制里面受到的伤害 在我们医疗小组2012年的一个调查里面 我们有做出了一个 在媒体上其实已经都有披露过 那我只讲结论 就是说全体医师的睡眠状态 生活的和健康的状态 和物质依赖的状态 都是很令人吃惊的 睡眠时间不足 然后值班的时候因为中段频率过高 而品质不良 甚至影响到工作跟生活 休闲娱乐时间受到压缩 体重运动习惯的减少 然后甚至需要依赖咖啡或其他的提神饮料 才能工作状况是非常常见的 那全体医师的工作不满 工作压力 职场疲劳工作负荷 都是高于全国平均 而且在这个疲惫状态下 工作的医师实际上的医疗疏 跟医疗伤害的机会 也是非常常见的状况 那尤其对负责临床一线病人照顾的住院医师来说 这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这样子 那 衛福部其实他去年也推出了一个住院医师公时的改善奖励计划是另外一个研究和实验 那我自己有不少的学长姐都有切身的感受到公时改善所带来的好处 那这边其实是要帮他们谢谢衛福部的 但这个计划刚好在两个礼拜前有一个成果发表 我自己也有去参加 那他的研究的结果也显示 公时教长的住院医师身心健康会比较差 自我报告的医疗错误率也会相当的高 那所受到的临床学习的品质也比较差 那也比较容易会产生一个想要离开重症的科别 然后去做医美或比较轻松的科别的念头 那此外就是有接近一半的住院医师表示 公时和工作密度的这个不合理 会让他们想要离开自己的专科 甚至不去当医生 你想这是多大的浪费 就是这些医师经过了七年 甚至更久的这些训练 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所学用在病人身上 那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在国外 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类似的研究 都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了 但是各方包括政府 有时候就是会拿出一些借口说 这是国情不同 我们的台湾人就是台湾的医师 就是过去就是延期这样的制度下来 那我们就是不需要有一些改变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充足的 台湾本土的资料显示出公时的不合理 医师没有受到牢基法的保障 这会有多大的危害 所以我们希望医师纳入牢基法 不但能够纳入而且全盘纳入 让所有的受雇医师都能够纳入在牢基法的保障里面 而且不要再拖了不要以拖待变 不要这个工作小组又拖了四年又拖了八年 让我们能够像那个部长刚刚讲到的 住院医师纳入牢基法随时都可以做 那我们就开始着手 开始进行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陈宗颜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我们这个 医师劳动条件改革小组我们的郭雨婷 郭医师 大家好 我是医师劳动条件改革小组的医师郭雨婷 那我现在是PGY医师 那我想要一开始先对劳动部还有卫福部 一开始的发言提出一些意见 就是一开始卫福部林部长就有提到说 其实住院医师要纳入牢基法 其实是随时都可以进行的 但是要所有的受雇医师同时纳入才是比较合理 但是劳动部的发言他从头到尾全部都在提到住院医师 那我们很怀疑说劳动部跟卫福部之间 到底对于纳入牢基法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共识 那劳动部与卫福部之间的沟通管道是不是顺畅的 如果说两个部门之间没有共识 沟通管道也没有建立起来的话 那么之后我们成立这个纳入牢基法的工作小组 其实要工作也是非常的困难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卫福部提供的资料里面有一个报告有提到说 因为人口老化还有人力不足的问题 可能在2023年的时候 医师的人力会不足够供给现在的医疗需求 但是我想要提出一个以自身的经验给大家一个报告 就是说因为像我刚刚apply完第一年的住院医师 那么对于五大科本身就有兴趣的同学 其实他们愿意先往工时比较短的医院 还有专科护理师多人力比较充足的医院 其实他们愿意走入五大科 所以我想要提醒各位说降低工时这件事情 其实对五大科的人力回流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不是说我们把工时降低 我们的可以提供的医疗的人力会变少 其实降低工时人力反而会增加 如果我们本来88公尺 比如说我们降到68公尺 但只有两个人愿意做这个68公尺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们提供的医疗服务的能力是比较高的 那么第三件事情我想要提出就是 关于女医师的劳动条件 因为女医师现在目前是在排除在劳基法外面 那对于31条还有49条 也就是认诚以及哺乳期间不得夜间工作 这个也要纳进去 谢谢 好,谢谢 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郭医师 特别提到了女性医师劳动的母性保护 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我们 这个医师劳动条件改革小组 我们的黄志汉黄医师 各位长官各位大家好 台湾在今年的移车会的评鉴 终于把这个住院医师的公时 纳入这个规范的标准里面 每周不可以超过88个小时 那世界上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看一下美国它是在2003年 就是13年前就已经说 这个规定住院医师的公时 每周不可以超过80小时 比我们已经早在13年前就已经规定 不可以超过80个小时 那新加坡呢是在2010年 就是6年前的时候 就比照美国也是一周 不可以超过80个小时 那欧盟国家更是从2004年开始 它就已经规定这个受训的这个医师 每周不可以超过58个小时 这个在台湾来讲是很难想象 可以做到这么进步的一个事情 那在2009年欧盟更是规定 医师的公时不可以超过48个小时 那瑞士呢 他们不是欧盟的国家 但是他们在2005年也是规定 每周的公时不可以超过50个小时 那我们更不用说丹麦 他们老早 每周公时医师的上限就是37个小时 那简而言之 刚刚讲那么多数据 总之就是说 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放眼而去 所有先进的一个国家 已经找不到哪个先进国家 医师的公时像台湾这么长了 就如同那个林部长他曾经以前说过的 这个医师纳入劳基法是趋势也是潮流 那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谈医师要不要纳入劳基法 可以就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 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们现在应该谈的是 应该要采取哪些配套措施 才能够在医师纳入劳基法的同时 使住院医师的学习可以更有效率 也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同时呢也可以提高医疗品质来造福我们的民众 让真正身重病的病人 可以得到最完善的一个医疗照顾 首先我刚刚讲到两点 第一个是住院医师的学习方面 第二个就是这个民众的医疗需求方面 要获得满足 学习 住院医师的学习方面 其实国外的研究已经很多了 当然的确有些研究是认为说 住院医师或者是医师的工时缩短 会不会让他们学习受到一些影响 有一些研究是说会有 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 不过大部分的研究都显示 国外的经验改善工时的经验都显示 其实呢反而是对住院医师的学习 是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美国有一些研究就显示说 一些外科的外科的住院医师 他们发现他们的工时医院努力改善他们的工时 聘请了很多 比如说专科护理师来减经他们一些临床的一些负担 他们开刀的时间反而更多了 所以简而言之可能一年 本来可能开这个100多台刀 现在可能开更多接近200台刀 这个研究是这样显示的 所以说工时下降 工时越长不代表学习效率越高 如果我们能够再提升效率的一个同时 我们如果能在缩短工时的同时提升学习的效率 不要说这个延长专科训练的这个年线了 搞不好还要缩短 当然这个有点开玩笑 那再来第二种配套做事 值得要处理的就是说 我们要提供民众足够的一个医疗服务量 使民众的一个医疗可敬性可以得以维持 这也是今天讨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不过事实上呢 我们如果直接从这个医师的工时下降 就要直线的去推导到说 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量就一定会降低 民众的医疗可敬性就一定会受到这个 受到这个牺牲 这个这样的一个直线的一个逻辑 其实是不太说得过去 而且有误导人的一个嫌疑 怎么说呢 首先这个医疗服务的供给量 并不是单纯取决于这个医师的工时 就如同刚刚郭玉婷医师所说的 这个医疗服务的供给量 其实是取决于三点 第一个当然是医师的人数 这个大家都同意 第二个就是取决于工时 同样的人工作时间长短 也会影响到这个医疗服务的供给量 第三个就是工作的效率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这三点是会互相影响的 并不是独立的一个因子 如果呢 我们降低医师的工时 除了刚刚郭医师提到的 可能会让这个真正投入重症科的这个医师 人数变多 所以医疗服务量不减反征以外 另外 有很多心理学还有管理学的一个研究显示说 工时如果缩短的话 可以促进工作者的一个工作效率 所以说 并不必然就是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一个外科医师 假设连续工作24个小时 他可以开10台 这个 那个 这个栏尾切除书 难道他今天连续工作48个小时 他就可以开20台吗 这个用常理想就知道不太可能 所以一个小时并不必然等于一个小时 再来 如果 最后 其实大家都在讲五大接空 这个其实接下来我要讲的 一开始林部长已经讲到了 他对这个问题非常地了解 事实上其实 讲的比较夸张一点 事实上根本没有五大接空的问题 我这样讲当然比较夸张 事实上大部分的专科其实主治医师的缺是不太缺的 缺的都是第一线值班的这个医师 那值班的不一定是住院医师 因为现在很多医院都已经让年轻的主治医师也投入值班的行列 这对他们的劳动条件 对他们的身心也是造成很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所以其实五大接空从某个方面来说是一个假的议题 其实主治医师很多 很多我们这个年轻的住院医师受过 拿到专科训练之后 想要成为主治医师却没有那个缺在那边 因为主治医师已经过剩了 所以如同刚刚其实部长也有讲到的 就是说我们美国已经推行这个Hospitalist 已经二十几年了 但英国其实也有类似的制度 叫做Acute Decision 就是一个急性医疗的一个主治医师 他就是为了缓解 为了解决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因为传统的医师训练 住院医师就是这三年到五年 但是主治医师却是一辈子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最终一定会走到一个不平衡 就是主治医师过剩 住院医师 值班的医师却人力不足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同刚刚其实各位都有提到 还有部长有提到的Hospitalist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虽然说卫福部去年有提出一个 这个Hospitalist 这个独树的计划 各个医院其实也非常的配合 也获得很大的成果 但是他们也都反映就是说 这样子毕竟一个短暂的计划 会不会担心说哪一天断炊 所以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所以希望能够从健保制度的 给付制度上进行根本的改革 才有办法能够真正推行这样子一个 Hospitalist的这样子一个制度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我们的王医师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继续请 我们中华民国急救加护医学会 我们的蔡宏斌蔡医师 委员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蔡宏斌代表中华民国急救加护医学会 我想从刚刚很多发言者的主张里面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说其实组织医师目前在台湾的职业形态 有没有过劳呢 坦白来讲我们当担心住院医师过劳的时候 其实有更多年轻的组织医师 早就处在非常过劳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情况呢 其实坦白讲也不是只有台湾独有 因为我看美国2015年的这个调查 这个组织医师自觉过劳的这个科别 这个前两名就是重症医学科跟急诊科 那我们这个重症科里面呢 在内科系里面 肾脏科跟心脏科又是里面最辛苦的 那而且呢 在美国他们也看到一个情况 这个女性的这个过劳的情况啊 是远高于男性 为什么 是因为可能女性他们要负担的这个 家庭责任的这个承担呢 这部分是比男性来的更严重 那其实在我职场上面 也看到我的一些女性组织医师的这个同事 他生小孩以后 他的很多的理想跟临床的这个practice都被迫中断 那其实我们在看到未来台湾面临这个超高龄的这个老年社会 那你这个照顾的人力 当然不是只有男性的这个医师 不是只有男性的组织医师 女性在里面也承担了蛮大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在我们所知道的很多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呢 我们发现组织医师压力的这个来源 其实就是因为工时实在是太长 是延长的工时 而且呢 常常被要求在待命的这个状态 没有办法放松 那大家也知道之前有几个年轻的这个组织医师过劳的 而且也付出生命的代价 其中一位陈志纯医师 他就是我见宗的同班同学 他是一个很认真神经科的医师 可是他也不堪在很多的这个很大的这个服务量 研究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承担下来 他发生猝死的这个的情形 那我在这边也跟大家报告 其实在台湾我们要做这种组织医师的这个过劳 各方面的研究 其实台湾是在这两三年起步 那目前呢 在台大医院有个整合医疗照护病房 从之前这个柯文哲教授 他们的团队的研究成果 就已经告诉大家 这个所谓的hospitalist 他可以在医疗的品质上面呢 得到一定的这个效果 那第二方面呢 他可以改善组织医师呢 对于照顾重症病人时间的这个分配 而且呢 还有就是整个科学化排班的这个改善 那在这边呢 我其实也要特别提出来 因为大概在台大的这个研究经验里面呢 他告诉我们 其实大家要知道 我们医生职班跟护理师职班 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可能护理师比较偏 by order 劳力的部分 可是医生是一个非常劳心的这个情况 那所以呢 在这个组织医师的过劳的改善部分 他跟整个这个护理 这个方面的这个配套 是需要非常周全 而不是只有一些短期这方面的这个措施的改善 那在这边我们也提出来就是说 既然卫福部有心要推这个所谓的Hospitalist的这个科别 那我也希望能够跟目前台湾有六大重症的这个医学会 也要能够一起进来对话整合 不要独厚于一个Hospitalist 希望能够把这个体系呢从医院里面的这个照顾 而且到这些重症病人出院以后 能够衔接到社区即兴后期的照顾 到长期照顾都有这样子的这个医生可以来帮忙处理 那我觉得说这样子把它当作是一个人生的这个事业来做 年轻的组织医师才会看到Hospitalist的愿景 因为我曾经有我的这个学生告诉我说 老师你们Hospitalist好伟大 可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也很希望说这些医学生看到我们这样的Hospitalist的Role Model 能够进来投入 那在最后这边呢 我也把目前台湾呢 正在推展的三种Hospitalist的模式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就是为了解决急诊咏的这个问题 有一个叫整合医学急诊后送病房 这个是很重视病人的这个个案管理 而且呢对于这些有生命末期 癌症各种重症的这种状况 可以提供缓和医疗家庭会议 那最终是希望能够衔接到即兴后期的这个照顾 那第二个的这种制度的model呢 叫做夜班组织医师 我想大家不可会言的 在传统的观念 大家觉得值班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很多医师爬了越高 大家越不想值班 那未来我们推展Hospitalist 也要把新的这个文化带进来 把重视病人的这个病安 重视同财的这个健康带进来 这样的这个夜班的这种值班模式 它才会推动的这个成功 那而且呢这种成功模式 需要有配退组织的医师的配合 而且要教育民众 照顾你的组织医师 它是一个团队 那第三点我想跟大家报告的 第三个Hospitalist模式 就是开刀后病人的共同照顾 我想这个模式呢 在台湾广大的非教学型的 这个非教学型的区域医院跟地区医院 它可以稳定社区医院的这个照顾 那我在这边提出这三个模式 希望能够提供给政府部门 跟各位先进参考 谢谢 好谢谢蔡医师 现在我们真的是很 蛮有共识的 就是说从部长到所有的与会的发言 都在讲说要辅佐一种制度 叫Hospitalist 那这个东西显然是很 大家都讲得很具体也很有共识 至少到目前为止 比起公识和试用劳机法 至少应该好像马上立即就可以做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继续请 我们台湾外科医学会 我们的马新一马秘书长 委员 各位参与的专家学者 还有政府官员 那我请代表 卫夫提出来的资料里面 公识最长的两个专科医学会 一个神经外科 一个外科 那要感谢我们卫夫部的林部长 还有所属相关的长官 对于纳入劳动基准法 这件事情的努力 用心 以及解决问题的诚意 那我在这边特此代表 这两个医学会全体会员 向长官表达一点敬意 谢谢 那再来发表一点 学会的理监士讨论过的意见 那我们这两个医学会的理事长 及全体理监士 基本上完全赞成 全体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 规范范围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普世价值 也是一个进步国家的象征 所以我完全赞成 刚刚林部长一开始所提到的 就是全面纳入 而不是要分住院医师 或者是组织医师 分段来纳入 我想这个 要不要纳入劳动基准法 这件事情大概不需要再争论 因为这本来就该做的事情 第二点 我们这两个医学会 完全支持 卫福部所提出来的配套措施 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大概就要做 其实我们大概应该讨论的关键 是配套 那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完美 再更好 那卫福部今天所提到这个配套 那我们在这两个学会 已经把他的资料传给我们 几乎所有的会员 但是我这边很希望 就是主管的行政人员 行政机关 主管官署 多向医师沟通 把这些良好的美意 传达给每一位医师个人 而不要有二手传播 影响了很多良法美意的推行 那第三点是我非常同意 林部长先前最前面那段的引言 但医师人力全面纳入劳基法后 医院经营者及医院人事成本 一定会大增 但如法完成财务购面的平衡 不会减损病人的权益 以及医师的一些财务的回馈 这个可能就面临所谓要修健保法等措施 那期望主管机关能够多做考虑 其实我 这是我们理事长写的 但我补充一下就是 其实整个纳入劳基法的问题 其实我们说穿了 就是一个财务问题 你只要财务购 我当然希望工时20小时 我薪水不变 可是我想大家也知道 这不可能的 当家不闹事 闹事不当家 所以既然当家 对不起 把事情做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关键 那这两个理监事 我也特别提到 就是财务 财务的关键 大概就是健保 那部长刚刚也提到了 有关这个分级医疗 还有这个健保法里面 20年 法有明文该做的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落实 那如果这些分级转整 还有这些措施都能够做好 我相信很多问题 自然就会解决 我也非常同意 刚刚报告的人提到的 没有所谓五大接控的问题 其实就是财务问题 财务问题的关键 就是健保的问题 报告完毕 谢谢各位 好谢谢马秘书长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 这个医师劳动条件改革小组 我们的陈炳辉陈医师 委员部长还有各位先进 各位老师 大家好 那我是医师劳动条件改革小组 的执行委员 我叫陈炳辉 那我同时现在也是台北荣州的PGY 我要先说的事情是说 我要先回应一下部长 刚刚在前面引言的时候提到 就是说 可以考虑先做脱钩 然后先 就是试用直灾这个部分 那我要想的事情是说 其实之前在郑亚文老师 在直灾研究中就有提到说 台湾的直灾的体系 就是常常重视 就是事后的补偿 其实事后不才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就是比较偏向事后补偿 或者是这些事情 但是在劳动条件的部分 其实做得不够 那我要讲的事情是说 其实助理师的 助理师或是医师的过劳 最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工时过长 那这也是目前对于过劳时 或是过劳致残的 最主要的学理机转 那没有改善工时 基本上这件事情还是会发生 那虽然说我们觉得 就是有补偿是好事 但我们觉得最根本的事情 还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我想这也是 所有人包含部长都会同意的事情 所以我们认为 最根本的东西还是在工时的部分 那在这里我要代表 就是医师劳动小型改革校図 然后说一下我们目前现在的主张 这样子 那第一点是其实 刚刚外科学院的老师也有提到说 就是基本上目前现在的问题 我们觉得目前现在的问题 不是要不要纳入劳西法 而是纳入劳西法之后的配套是什么 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说 其实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也都一直提到 就是这件事情不只关乎住院医师 还包括关乎主治医师 特别是年轻的主治医师 而我们现在也看到 非常多年轻的主治医师 其实也都在各个地区或区域院 作为一线值班 也就是做primary care的人 所以这些人其实都是最有可能 受到过好风险的人 那所以我目前现在的主张是 就是无论是住院医师 或是主治医师 或者是总医师 基本上全部人 全面就要纳入劳西法 那我相信 这件事情 对于卫部来讲 应该也没有那么困难 因为在之前的调查中 大部分都显示说 平均而言 可以看到主治医师的工时 大概还是会比住院医师 还要再少一点 当然这是之前看过的一些调查 那我们要说的是 无论如何 我们目前现在坚守的是 我们希望至少至少 最差最差 一定要用美国目前 现在在2013年的标准 也就是每周八十个小时 来当做最后的底线 然后当然这是住院医师的部分 主治医师的部分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行讨论 那这里面大概就是牵涉到 就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形态 就是在主治医师跟总医师的部分 会有一些二线班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希望 目前现在之前卫部 跟我们讨论的过程中 比较前证的讨论 比较倾向于就是 如果有道院工作 二线班有道院工作的话才算 那我相信这是需要 跟劳动部有一些讨论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我们希望就是 虽然说有可能会必须要这样 但是我们会希望去要求严格定义 所谓的二线班的部分 也就是说要去严格定义二线班 到底是什么是二线班 比如说定义可能是可以离院多少时间 然后离院之后被抠 要多少时间以内再回来医院就可以 比如说可能是一个小时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一直都提到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解法里面都有提到说 要推行Hospital List 或是要推行分级医疗 也提到部长也提到说 其实目前现在最缺的是 夜间跟假日的人力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最缺的事情是什么 最缺的事情是 在基层做Primary Care 就是住院医师在做工作 或是一些比较年轻的组织医师 在地区或区域院做的工作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Primary Care其实是最缺的东西 所以目前现在我们认为 医师的人力 当然整体台湾的医师人力 跟台湾的人口的比例是多少 我觉得这次都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的是 在目前现在的结构底下 医师的人力其实是不患寡 但是患不均 也就是在Primary Care的地方 得到的support才太少了 所以我们希望在Primary Care 做Primary Care的人 得到的支持能够更多 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医师的工时才有可能真正被改变 光去讨论就是增加人力的供给 基本上不会解决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能够的话 我就不想做Primary Care 因为Primary Care 得到的支持就是太少 就是会过劳 然后就是会得不到足够的专业发展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的事情是 我觉得 在这里我们要再呼应前面 就是各位 就是前面先进所提到的事情 就是第一个是 全部的医师 全面纳入老基法 无论是住院医师 总医师 或者是组织医师 全部都纳入 那住院医师的部分 我们坚守每周八十个小时 那我们相信就是组织医师 一定也只能够最多只能到这里 而且应该要再更少 因为组织医师的部分 就是后面还会有家庭 或者是说 关于年纪的一些的考量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们希望能够 卫福部跟劳动部 能够进一步的去讨论一些 细部的配套 关于二线办的部分 那有这些操作型的定义出现 我们才相信这件事情 可以被顺利的解决 第三件事情是 我们要再次的呼吁说 就是医师的人力 最主要是 不患寡而患不均 也就是最缺乏 Parmicare的人力 所以我觉得 与其在讨论 就是医学生是否要增加 或是要增加医师的人力的之前 其实应该要先讨论 整个结构是不是应该被调整 谢谢大家 谢谢 我想这是真的是 不是我们立法委员能够理解的 就是说 患寡 不患寡患不均 这一件事情老实说 至少我个人在讲 不患寡患不均 可能我们都还必须要 再重新学习一下 那我想卫福部应该是很专业了 那我们继续是不是请我们 这个医师劳动条件改革小组 我们的王硕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长官 各位先敬大家早安 那我这边要说明 除了先对卫福部表达支持之外 要说明说纳入劳基法 正确的说是适用劳基法 适用劳基法它不只是一件需要做的事情 而且是一件有急迫性的事情 而且应该是组织医师 住院医师 任何和雇主之间有雇佣关系的医师 都应该适用 那第一个呢 大法官是自里面 578494726里面都已经重申说 劳基法它是基于宪法15条 保障人民的工作权 以及153条 基本国策保护劳工 的具体化实践 那这个具体化实践 虽然基本国策上 劳工没有主观的公权力可以请求 但是在工作权保障上 这个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那在87年的5月1号修法 87年底 致持劳基法应该适用于全体劳工 这个规定修正之后 理论上全体劳工都应该适用劳基法 只要是劳动部指定不适用的人 所有的职类都会有平等原则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 是不受到国家的最低劳动基准的保护 这个是 为什么我们现在应该纠正这个 有问题的状态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说 劳基法 某些先进还有利益团体 他们认为说 劳基法的保护 现在可以透过住院医师 劳动权益保障参考指引 和医院评件的评件条文来达成 但是呢 劳基法跟这个医疗法上的医院评件 和这个参考指引 有数项不同之处 第一点就是 劳基法第一条第二项 规定说劳基法是最低的标准 那这个最低标准 在法院有诉讼争执的时候 他可以直接适用这个最低标准 如果双方这个标准违背了劳基法规定的话 就是属于民法第71条 法律行为违背强制禁止规定的话是无效 那这个在最高法院95年台上1842 以降的各次判决还有大法官726号失智的理由书里面 其实也重申过 那第二点就是 劳检是依据劳基法的劳动条件 还有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职业安全卫生规定和计划来检查 那医院评件的根据就是医疗法的28条和95条的一般医院评件和教学医院评件 首先在发动的程序上面 劳基法规定的话 劳基法74条可以发动 工会也可以医劳检法33条发动 主管机关也可以依据职权发动 但是医院评件只有医测会可以自己发动 第二个就是说发动的时机 劳基法的劳检是随时可以发动 评件的话就是等四年一次 再来劳检法有培建的这个机制 医院评件并没有 也就是说 劳工参与这个劳检 工会参与这个劳检 才能够 在检查过程中可以揪出一些 可以做书面的这种弊端才能够割除 那最后就是罚则的部分 除了刚刚提到的说 有直接矯正这个不法的契约的效果之外 劳检法还定有法环的规定 这是医院评件所没有的 那劳动条件上面 目前以蔡博相案为例 就是因为没有适用劳基法 所以并没有职栽补偿 劳基法上无过失职栽补偿 在蔡博相案并不适用 是高院法官 透过解释这个职栽劳工保护法的过失补偿 过失培偿责任才 让这个被害人他可以拿到这个补偿 可是职栽劳工保护法 在我们学劳动法的人 我们都戏称说 它叫做职栽劳工的雇主保护法 为什么呢? 因为劳基法它的职栽补偿是无过失责任 可是职栽劳工保护法 它立法技术上就有很重大的挟持 它是采过失责任 也就是说雇主可以举证说 它无过失而不用赔偿这个部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再来就是 各位先进还有主管机关提到说 要用84条之一来解决说 现在医师所谓人力不足等等问题 那84条之一就还没有适用医师之前 已经目前现有的问题 就是它是规定由地方主管机关 来核定这个最高时数 但是请问大家可以想象说 同样生活在台湾这个地区的人 在不同县市工作难道他的职业触发脑血管心脏疾病的因子有可能不一样 就是说难道在台北工作的人 他可以工作比较长的时数才会触发这个疾病 而在高雄的人他工作比较少时数就会触发这个疾病吗 这个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地方核定这个时数 可是这个核定的过程 他并没有个客观具体的标准可以来判断说 他这个核定的时数合不合理 因为资方他并不会公开 他会说这个是营业秘密 他不愿意告诉你说他人力配置是怎么样 所以他有这个业务上的需求再来核定 他也不会跟工会来沟通 他不愿意释出这些资讯 那所以第一点就是说 劳动部这边所定的指引 目前对地方主管机关是没有实质的居住力 他只是一个行政指导 那这行政指导日后在医师要适用的话 有没有可能是可以转化成一个更强 是不是能够征修劳动基准法 有个更有拘束有实质拘束力的规定 让劳动部可以制定这个行政规则 可以拘束地方主管机关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726号他也说 4-726号他也有强调说 84-1的核定不得损及劳工资健康及福祉 那现在劳动部现行的这个 职安署和职业医学会共同制定的 这个职业触发脑血管及心脏疾病 认定参考指引里面的时数 是低于地方主管机关核定 也就是说地方主管机关让 劳工可以跟雇主约定加班超过这个 可能会引发他的脑血管 心脏疾病的这个时数 那这样子是不是说 劳动部的左手跟右手自己打架 那以上就是给大家参考谢谢 好谢谢 下一位我们是不是请台湾急诊医学会 我们的严瑞生严秘书长 主席 议委还有各位政府官员 和各位学者专家大家好 我是台湾急诊医学会 严瑞生医师 那我们学会 其实对这个议题有做了一些讨论 我们认为是说 这个应该所有的医师 都有这个选择 是否纳入这个劳急法的这个选项 那这是呼应刚刚前面几位 这个专家学者的发言 那第二个我们比较在意的事情是说 这个如果医师纳入这个劳急法以后 这个人力的短缺 那我们的配套措施是什么 这才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的医疗需求 不会因为医师纳入这个劳急法以后 就有所改变 就民众的这个医疗 他不会因为这医师是不是纳入劳急法 我就不会来看病 那我们很担心的事情是说 这个医师纳入劳急法以后 每个人工时都减少了 那可是民众还是要看病啊 那会不会有些医院就 就因为这样子那个医师可以服务的时间量减少了 就把病床缩减 然后就民众就没有地方住院 那当然我是代表急诊医学会的 我们是在第一线照顾这个急重症病患的这个第一线 我们很担心是说纳入劳急法以后 那没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没有对这个这个需求端 这医疗需求端这一点多加考量的话 会不会变成是这些病人就最后就跑 全部都跑到急诊来了 那第二个是说这个纳入劳急法 但我非常赞同这个林部长刚刚有讲 就说这个工时跟直载部分可以切开 我非常乐见这件事情 就是医师真的是过劳 那过劳当然除了减少工时以外 就是直载部分的保障很需要 如果可以的话 我至少个人认为是切开会比较理想 就是直载部分早一点 工时部分应该比较复杂可以晚一点 那我刚刚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 这个因为医疗需求上并没有减少 不会因为医师纳入劳急法以后就减少 那这些病人他没有地方看病啊 那就跑到急诊来 然后又规定说急诊医师 就只能上多少时间的这个时数 所以变成说 我一个班可能看三十个四十个病人 就因为医疗的需求并没有减少 变成一个班要看七十个八十个 这会造成另外一个所谓的这个病人安全上的问题 所以我会希望说这个我们大院 还有这个政府官员在在做了 会要注意到就是除了注意工时以外 还有就是医师的合理的工作量 不要说他本来以前 他可能只需要值班就一个病房 两个病房 就因为工时减少 所以他必须要看四个五个病房 那这个其实对病人安全来讲 不见得会有 就减少工时不见得对病人安全 是会有帮忙 那最后其实我 因为我们站在第一 这个急重症的第一线 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长期来 我们这个急重症的人力还是不够 会希望说政府官员立法院 还是政府可以还是多投入一些资源 在这个上面 因为这毕竟还是守卫民众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而且是最重要一道防线 谢谢 好谢谢 不过我良心的建议 就是直灾跟工时脱钩这件事情 实在是不是一件好事 直灾的重点是在预防 而不是在于发生之后的补偿 这应该是不用讨论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是请 这个台湾大学附设医院的麻醉科 我们的王明俊王教授 是今天非常有高兴 有机会跟部长 几位卫福部长官 还有我们的委员 来提供一下自己的意见 那我想这个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大概要先厘清问题 现在的重点是受雇医师的工时 和其他劳动权益 应该要明文保障化 现在是模糊地带 叫做他不纳入劳基法 那到底纳入什么法 不知道 所以就有很多空间 所以医师的劳动权益 明文化 明确化 官方化 不管是你是适用劳基法 或是适用劳基法 以后再走法的四条之一 或者是另外立 在这个劳基法里面 多一条条文 或是另外立一个专法 都可以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要把它明确化 因为不明确化 所以这个年轻的医师们 在这个相关的财团法人医院 或是私人医院里面呢 他的这个劳动权益 就会因为雇主的各式各样的考量 而受到牺牲 所以就造成了很大的这种不平 也引发了今天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这个医 受雇医师在这个医院里面 其实是地位 并不是那么平等的 年轻的医师 他还在受训 受训的这个状况 能够被怎么样教学 他的地位就更不平等 那所以他就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劳基 但是问题是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 直接纳入劳基法 或是不要纳入劳基法 其实这不是一个二分法的问题 而是怎么样 让这个权益名文保障化 这个名文保障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这个大家可以讨论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大家要在这个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要想到 医师的人力走向是动态的 我们健保开办二十年以来 诊所的医师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自由自在选择 我要职业的环境条件跟时间 大型医院越开越多 中型医院小型医院就倒光光 为什么 因为中型医院没有那个规模经济 大型医院真的很多值班比较好处理 相关的这个财务的这个规模比较好处理 这是我们很明显的现实嘛 那这个大型医院越来越大 然后呢 要么就是小型医院自己开业的越来越多 因为要不然我就往那边走 要不然我就这边走 所以今天呢 其实这样的工厅会 我觉得一个另外一个缺憾 除了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就是没有消费者代表之外 其实也没有雇主的代表 这个真的纳入劳基法 当然有公立医院 可是我们医院 我们国家毕竟私人医院多嘛 对不对 他们的财务问题 他们的这个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这个除了人力上面 可能跟法规有关系之外 财务其实他们影响会最大的 所以他们 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当然也要听一听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 医师的劳动权益 受雇医师的劳动权益 应该要明文化 明确化 不能像现在这样的一个 比较糊涂的状态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医师人力 其实走向是动态的 我们有医师 其实是有受雇医师 有不受雇医师 刚刚提到的诊所 增加160%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所以现在的这个 我们今天其实问题的焦点 是在于大型医院 尤其是越忙越累 越急重症 难症越多的医院的话 他的问题就越严重 因为他越累 可是条件是差不多的 在财务状况 这个大家的收入 也不会多很多 所以就会发生这些问题 那当然呢 所以政策上 我们先厘清了 反正无论如何 受雇医师的工时 跟劳动权益 一定要明文化之后 那后面就好办了 后面就来看说 那怎么样让他 他减少的部分 谁来去补充 他减少的部分 对于民众这边 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大家愿不愿意接受 大家现在 刚刚提到的 这个住院主治医师 住院主治医师不是死人 他有他的人生规划 一个医师 他要专业 他的未来30年 就一直在演晚上职业班 这不只是他的钱的问题 还有他体力的问题 30岁值班也许OK 40岁就有点喘了 50岁大概就要休息了 今天晚上没睡觉 大概第二天 第三天可能就爬不起来了 所以他会有他的考量 因为他是动态的 我们又不能限制他说 你就只能当住院主治医师 其他都不能走 所以他在30岁40岁之后 之后他就离开了 然后人力又缺乏了 所以这个医师的人力是动态 他是人 他不是机器 你要考虑到他的未来的发展 所以除了钱之外 这个我们要另外讨论 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夜班的这个值班问题 没有人喜欢 可是怎么办 这是配套 但是政策上如果已经确定了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受雇医师的工时 跟劳动权益明文化 不管是你用适用劳基法 还是适用劳基法 之后再走84条之一 还是另立专条 或是另立专法都可以 这个就由卫福部的长官们 自己去规划了 最后呢 这个我想我们不管怎么样改变 一定就是改变现状 改变现状是必要的 非做不可 只是改变现状会有谁 会折受影响 那些受到影响的厉害关系人 尤其是民众 大家要先来讨论 我们可不可以接受医师助理 或专科护理师 在组织医师或住院医师协助之下 一起来职业班的这个状况 那可以可以 那大家接受 那可以往前走 那不可以不可以 那就吵不完 那就没有办法往下走 所以我想这个政策上面先明确化 我想这个 我本身也是完全支持 大家其实刚刚也都支持 受雇医师就是要让他的劳动权益 跟公使民文要有一个保障 这个保障是什么条件 大家其实刚刚光是主席 其实对于很多医师提出来的问题 其实都听不懂来说 就知道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 年轻的组织医师可以靠别人来补充 合资资胜的组织医师可以补充吗 不可能 所以这个医师的劳动条件 他R1 R2 R3 R4 R5 第一年到第五年医师 其实条件都不一样 可不可以用一个 适用于全国劳工的劳基法 就一次把它通通解决掉 我个人其实非常怀疑 所以要怎么样来特别来 就这个部分来讨论 也许我们可以阶段性 先把这些受雇医师的劳动条件 先明文化 他的权益应该怎么做 不管是植栽公食 或是其他的什么薪资退辅 通通想清楚 这个要用什么法律来解决 或是用什么样的其他方法来处理 这个我想长官们自然会决定 谢谢 好 谢谢 不过我想在这里 我再厘清一下 我是说 我对于不患寡患不均 这件事情搞不懂 是因为 我觉得既患寡又患不均 因为你总的工时要下降 我想总的总的 那哪有可能不需要 再多一点人力呢 那我们有一个hospitalist 他基本上也是一个人力的补充 所以我认为是 既患寡又患不均 应该不是不患寡患不均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说抱歉 我刚才讲的太模糊了 不过我觉得我们非常同意 就是说改变是必要的 而且要立即就要改变 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在这里 召开这个宫廷会的原因 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改变了 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子 继续下去了 那这样的感受 其实我们政治人物 非常能够理解 各位医师的处境 因为政治上的工作 不是只有在立法院开会 还有晚上 然后也不是只有周一到周五 还有周末假日 也不是只有这个非休假期间 还包括连续假日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真的非常能够感受 感同身受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邀请我们的立法院 也是我们真的在从事 这个医疗工作的林静怡 林委员 谢谢主席 我刚刚听完主席讲 我就发现我从一个以前 没有公时保障的工作 又走进了另外一个 没有公时保障的工作 我为什么一直选错 好 既然现在是在民意代表的角色 所以有几个部分 我觉得要做一些 我的想法跟说法 第一件事情 我非常感谢今天 包含行政部门 包含立法部门 还有我们的专家学者 今天特别针对这个议题 来做很多的讨论 那我也听到 刚刚各位有提到说 在经营的部分 需要有经营者的部分 要有一些声音出现 那不过因为 上来我们现在听到的 我想比较多是所谓牢房的声音 那今天也比较倾向听听看 大家在工作现场上面 遇到的一些现况 跟大家所想到的一些需求 不过这边有一些 我认为我们同时 必须同步去处理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刚刚部长 有提到的分级医疗制度的改善 就是说刚刚我们的主席有提到 到底是换寡还是 我们是换不均还是换寡 那事实上 目前在国卫院是有劳动的 就是说医疗服务需求的 一个统计跟调查 那事实上根据 国卫院的资料的话 其实目前在台湾 是只有某几个科 它真的是 医疗的需求远高过它的提供 不然的话某些科 它其实只是不均的状态 也就是说很多的病患在过去 我们的医疗分级制度 没有落实的情况之下 它挤到了某些大型医疗院所的 某些科里面去 而事实上在 如果我们分级医疗制度 可以比较好的去落实 它的话 是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我希望未来 我们在行政部门 在讨论 受雇医师纳沃劳基法的时候 可能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研究数字 拿出来看一下 因为至少在国卫院那边的统计 某一些科真的稍微平衡就可以解决 某一些科 它真的是在人力上 需要在我们的制度方面 去做一些协助 譬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 公非医师制度 或者是某些困难科的奖励制度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 接下来如果说受雇医师纳沃劳基法之后 需要做到的一个动作 就是团队照顾的模式 因为现在有某些科 譬如以前我工作的妇产科 或者某些外科 它基本上是每个医师跟病人之间 有一点类似像契约一样的合作关系 但是如果纳沃劳基法的工时计算的话 事实上这样子的合作关系 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比方说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那个待产是待24小时 那只要一直有病人在待 我就一直在工作 所以像重新转变 像刚刚提到的Hospitalist 以及团队照护的整合模式 这个是未来可能在配套的时候 需要去考虑的 也希望我们的在临床的各位专家们 可以把这样的新的模式去创造出来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还是健保给付的部分 因为在过去 为什么多数会有这种 我们刚刚讲的人力不均的情况 或者是大型的医疗院所 必须要收轻症来补他重症的亏损 是因为重症的健保给付不足 所以说重新去检讨重症医疗的相关给付 以及轻症给付去把轻症的个案回到基层医疗 或者是我们讲的区域医院 这样子其实很快就可以疏解在医学中心的大量的 就是我们讲的重症的这边的人力跟压力 那另外还有一个需要去配套的 我很抱歉 我们忘记今天还要 应该要邀请的是跟其他医疗 跟其他医师相关的 这个医师 其他的医疗人力 譬如说护理师 譬如专科护理师 甚至我们在外科体系 过去一直没有被好好的 把角色定位给拿出来的医师助理 以前的医助 就是开刀房会有一些医助 那过去这一段时间 其实长期的 我们把这些其实技术上面可以协助 但是他在国家的立法角度上面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看待的这一群人 其实也应该要重新在未来 受雇医师纳沃劳基法的人力需求里面 重新来检讨这一群人的人力 或者是他的国家定位在哪里 那另外还有两个要提醒的部分 其实还是回到我们今年 大概一直在谈的医院评鉴 医学中心评鉴 以及大型医疗医院所评鉴的 评鉴制度的改变 因为其实很多的医疗人员会发现 尤其是在越大型的医疗院所 他必须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在做没有必要的文书工作 去证明给政府跟评鉴委员看说 我有在做什么事 那这些其实是非常消耗专业人力 非常消耗专业人力的 他们的这个时间以及精神 所以把教学工作的评鉴文书工作 或者是没有必要的 只是为了应付评鉴委员的 这些文书工作 我相信我们现在的这个 行政院的院长也提到说 未来在医疗在设服很多的单位的评鉴要做一些整合 或者是检讨 那其实我们也提醒我们的相关单位就是说 评鉴业务的非必要的这些文书 或者非必要的一些应付性的 这个工作 其实劳动部之前跟我提过 把某些工作应该要释出给非医疗人员的 好就释出去 他其实只是文书整理啦编码 这个部分不需要由医疗人员这边来处理 事实上可以消减很多的压力 那另外就是一些没有必要的paperwork 只是应付给评鉴委员或者是长官看的这种东西 其实一解决掉我相信很多住院医师的压力会小很多 那种半夜补病例的事情都没有算在公司里面 那最后其实真的要我想新的政府以及这个新的团队 那甚至昨天也选出了新的全联会的理事长 所以我相信接下来我们的行政单位 还有我们的临床的同仁们要肩负的第二个事情是如何跟病患沟通 我觉得过去的政府因为他不愿意把受雇医师纳沃劳基法 所以其实就一直不停的生出恐吓性的言论给病人说 如果医师纳沃劳基法就会有人开到开一半跑掉 就会有病你找不到医生 这种恐吓性的言论其实未来我相信行政团队要重新来思考的时候 其实要慢慢把它收 其实要把它收掉不应该再讲这种话 甚至应该要来协助我们的患者 就是未来台湾的患者不要让他们造成恐慌 而是要跟他们沟通说大家一起配合分级转诊 配合分级医疗制度以及能够体谅 其实现在的医疗资源在某些科或某些状况是紧绷的 是过度耗损的 那让大家一起来共体时间把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整合成 不要让现在因为现在的畸形状况 其实民意代表很辛苦 因为很多他要帮忙关说病床关说挂号 甚至我那天看到台大市井中医师 他挂一个号有代办五千块 帮他代办五千块挂台大市井中医师 所以这样子的让专业人力的 让病人无法获得专业人力的真正的照顾 全部都要尾成其他这样不正当的 这样不正常的这个制度的畸形 其实我想是过去长期以来的状况 那这种状况专业人力受损了 病人的权益也受损了 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这几年 在配套的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动作 就是专业人力跟我们的行政团队 如何好好的来跟我们的病患 我们的民众这边沟通 把一个制度做好 让医疗人员不要过劳 包含医师包含护士不过劳 其实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病患 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谢谢 好 谢谢静怡 接下来我们请台湾儿科医学会 我们的叶树人叶副秘书长 委员好 部长还有各位长官 我想非常感谢委员这次有这个机会 让所有的这么多的专家跟长官 一起在这边来关心医生的问题 其实基本上前面几位医师讲非常清楚 其实我们都赞成受雇医师进入所谓的 牢记法的一个保障 因为基本上我们都很清楚 其实从学生时代到现在 其实在座有比我资深 与比我之前的医师 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见就是 其实像医生 但有其他职业都是处于一个过劳行业 但是现在因为某些刚刚王教授所说的 不明的一个状态 所以医生其实部分在牢记法的保障之下 但是又部分其实被排除 所以当然其实刚刚委员也说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预防 预防旨在发生 不过现今当然因为其实 如果程如部长刚刚所说 全部要同一个时间进入牢记法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所以某些程度上在儿科医学会 当然就是说第一个重生立场是 我们赞成所有的医师进入牢记法的一个保障 那当然其实前面有很多专家提到 其实这个工时的规定 其实需要一些时间来商量 但是我想第一个能做 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一些不平等的事情 应该先被消除 包括刚刚医劳盟所提到的 所以职灾己付 第二个是包括所谓的妇女生育的时候 它在生产的时候工时的规定 还有哺乳的时候规定 我觉得这是比较可以在第一阶段 马上有效果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就是说在我们长远的一个 时程的一个议论上 如果来不及的话 是不是可以这个部分先实施 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刚刚有很多专家提到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其实在我访谈几位儿科的资深主席师 我们还是会觉得我们必须站在病人立场来考虑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一个医生 其实他之所以被归为责任师 我想有它一定的意义 但是考量很多医生他本身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 不见得适合长时间工作 或是各个吃专科不同 你不可能要求神经外科医师开一个到36个小时 然后24个小时就下来 所以势必一个比较理想的制度 就是有一个基本工时 外加一个弹性工时 但是必须要有一个上限 那这个弹性工时的约定 我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讲 其实两个最重要的议题 第一个是健保给付的思考的问题 长期以来健保给付都是以每天单位价钱 不管它严重度 不管医生的辛劳 我们很清楚看急症 看重症的人 其实给付跟看轻症一样 所以有部长提到所谓分流 刚刚有专家所谓给付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实际上在思考日间跟夜间跟假日 譬如说劳基法的规定 其实可能工时上 基本上是应该加成给付 这一点健保也从来没有考虑 那我们健保是一个很庞大的制度 从以前到现在 从一千多亿走到现在已经五六千亿了 我们事实上真的应该好好坐下来思考一下 健保它还能够包三包一包什么时候 所以我想其实在这个部分 其实同步在考虑这个 所谓的医师的工时 所谓刚刚王教授所提的 所谓的医疗机构本身的一个财务稳定 其实健保扮演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同步 我相信其实卫补部有在思考 那第二个单位就是说 其实刚刚有讲的 其实我们除了目前 所有的所谓的工时的规定之外 其实我们重点应该是让 这些年轻医师 能够在单位实践里面 得到最有效率的学习 而且实际上 他是愿意做这件事情 所以刚刚所谓的评鉴这个部分 其实很重要 可能要能够让他继续解化 第二个实际上 刚刚可能有些专家 我想应该有思考到 卫补部有在做的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是医求法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应该是 因为现在社会的氛围 慢慢已经了解 医疗产业如果再不保护 它未来会面临一个大崩盘 尤其以儿科医师来讲 大概看到五大科的医师 目前为止是儿科是状况最危险 现在有38%的医师 愿意留在儿科医院 其他人都选择开业 为什么 因为儿科医师本身 当然问题很多 但是基本上其实我觉得 现在很重要的事情 是应该思考怎么样 把医院的医师想办法增加 一个方向是所谓的开源 当然其实增加专科医师 不见得必要 但是所谓的开放医院的概念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开放医院的概念 并不是仅止于门诊 其实急诊也是一个可能性 像之前在新竹发生过的事情 儿科的急诊 是由儿科的开业医师 共同支持起来的 那我也曾经听过 几位儿科的前辈医师说 如果有需要 他们会愿意回来急诊 所以开放医院的概念 应该是不止于门诊 甚至于某些层上 也许不止于住院 甚至于不止急诊 住院也是可以考虑 这是一个架构 第二弹其实最重要的是说 要让医师愿意留在医院 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把医师制造出来 他开始就像刚才王教授所讲 增加1.6倍 那这些人 他其实真的不愿意留在医院 不必然 刚刚医老某员讲过 只要劳动条件能够改善 他们是愿意留在医院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牵涉到 几副的问题 牵涉到劳动条件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其实各个部门的 应该会有很慎重思考 也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智慧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 其实还是希望 未来在整个协调过程中 能够多跟各个学会谈 因为各个次专科的一个劳动条件 跟他病人需求 其实我想医生的天职 是重视病人的权益 让病人安全得到最大的保障 但是在轮班制 或是一个开放系统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了解 品质一定会下降 但是下降必须在一个 可以被接受的范围里面 那推套就是说 其实他基本上给付 也不能因为医院财务本身稳定性 而牺牲受雇医师的劳动权益 所以我想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很高兴 能够看到现在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谢谢 好谢谢 不过我是怀疑 医院的财务稳定性 会没有吗 财务的不稳定 应该是借口 好让这个医院的经营者 可以对受雇者 有一个更好的剥削的好理由吧 否则我们如果他 医院的财务这么不稳定 怎么会一间一间的 分院一直开呢 一直盖呢 这件事情 我们是持着一个保留 疑问的状况 不过就是说 健保署作为 整个医疗市场 唯一的买方 他控制的这个市场的运作 这个是责务旁贷的 因为这个是理所当然 你的买卖的方式 你给付的方式 你对轻症重症 平时假日跟这个 非假日之间的 给付的方式 他当然你是唯一的买主 你垄断了这个市场 就是健保署 这个垄断是事实嘛 那你当然控制的市场的运作 所以你要负起市场的 这个所有的运作 缺失的这个责任 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觉得这一点 也是责无旁贷 应该立即 的确是应该要检讨的啦 那接下来我们去请我们 这个时代力量 我们的洪慈雍洪委员 主席哦 还有今天各位与会的 先进大家早安哦 今天其实我们讨论这个议题哦 这个争议已经超过20年了啦 那刚刚其实林部长一开始 有在说 今天应该要听一些 就是病人的代表啦 那其实在今天这个会场里面 我应该我没有医师的身份 那我也不是护理师的身份 那也不是官员哦 那我是一个单纯 人民的一个代表 所以我的意见 应该可以代表 病人的一个意见 那我今天要说的是说 在这长年以来 其实不管是政府或知方 一直都是用配套不足的 一个说法 来说这个医师纳路劳基法 现在还不能做 其实这已经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 那这个说法都是认为说 医师人力不足会造成 就是影响这个病人的一个权益 这个都是这个固定的说法 但是我认为了一个病人的一个角色来讲 我会更害怕的是 医生他在过老的情况下帮我服务的时候 他的这个过老的一个身体状况 是不是才会真正影响我的一个安危 所以站在一个病人的一个角色 我认为说医生他这个身体状况好的时候 他才能够提供给我一个好的服务 那其实在前一两年我们的这个护理师的部分 也才全面纳路劳基法 那这个因见不远啦 那其实这个也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争取 那虽然说现在其实违规的情况还是非常的多 那还是很多护理师的一个抱怨 但是我们还是认为说 至少现在有法可管 那有法可发 虽然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 但是至少他有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保障 但是医师到现在都还没有 现在已经2016年了 那讲到2016年 我们就要来讲今天有来参与的我们的蔡博强医师 他是在2009年他发生了这一个 这个他的一个过劳而产生心肌梗塞的一个状况 这个也是法院去认定的一个过劳的一个案件 好那这个案件已经7年过去了 我们除了陪上了一个家庭跟一个优秀的医师之外 我们这7年来到底我们台湾的医疗劳动的一个条件 到底有没有明显的改善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 好那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 7年又过去了 我们到底还要等多少的时间 我们到底还要在牺牲多少的医护人员 这是我要去问的一个问题 那今天非常简简的报告里面 有提到一些问题 那我这边提出来 第一点就是在讲人力不足的问题 那这人力的问题 在这报告里面有讲到说 西医的人数低于OECD的水准 那因为现在的这个人力不足的一个状况 如果医师纳入牢基法的话 会造成医院的这个人力荒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其实是事实上各国的一个医疗制度不同 那在这个数字里面并没有纳入中医师 那再者就是过去卫福部的一个报告里面 也有讲到说 我国的这个每万人口拥有的这个医师数 并没有偏低的问题 这是过去的一个报告 那再来就是健保署的统计呢 我国的这个国人 平均的一个就诊次数居高不下 那是高过于欧美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状况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健保制度 去创造的这些需求 我觉得值得去深究 那第三个就是说 人力的不足的问题 其实已经非常久了 但是卫福部为什么在过去的执政底下 长期以来都视若无睹 那人力不足 医师老化 偏向医疗不足 这些问题一起爆发之后 我们现在新政府上任之后 才要来解决这个人力的一个问题 才要来补充这个人力 我真的实在是不晓得过去的政府 在做些什么事情 好那至于医师过劳的问题 我相信内外富而及这五大科 以及偏向医疗部分 大家都知道这人力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缺乏的问题 而且我相信这在短期间 是很难获得妥善的一个改善的 但是呢 现在其实卫福部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现在的公时希望就是控制在88小时 那在103年的这个住院医师的 平均公时的一个调查 也是大概在84.5个小时左右 但是这是平均 如果各科来看的话 有9个科还是超过88小时的 那这88小时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一般的劳工现在单周是40小时 那88小时的话 是一般的劳工的2.2倍 这是2.2倍 我们现在都知道 前阵子我们一直在帮劳工争取的权益 七天假的问题 他们现在连40个小时都会觉得多了 那你觉得医生一个一周88小时多不多 那再来维护病人的权益的部分 之前就刚刚像我们林静怡委员他所说的 过去这个资方或是政府都会用就是 医生会开到一半把这个病人丢下不管 然后离开手术房的这个说法 来企图来威胁我们的病患 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恶劣的一个说法 即使即使真的退一万步 真的有这样不好的医师 我们还有医疗法还有刑法科法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不能当做一个借口 那最后我要说的是 过去马英九政府他说要8年 要到2023 那现在我们新的政府 在之前我们林部长希望是在2019 那现在可能有一点改变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但是这个医师纳入劳基法是蔡英文总统 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政见 那现在其实立法院各个党团 也都是非常的支持 显示说这个是一个高度 就是有共识 而且是成仇的一个政策 我相信不应该再用这个配套不足 来无限的延期 所以今天本期这边还有时代力量 我们是希望卫福部这边能够尽数的 将医师纳入劳基法的保障 谢谢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黄国川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还有今天所有与会的专家学者 还有行政部门的代表 我今天在会议开始以前 我已经很清楚的跟林部长表达 我看到卫福部今天所提出来的报告 我的愤怒跟不满 我为什么会用这么重的词 我们党团协商 5月5号举行的 那个时候的协商结论是5月20号第一周 我们来召开公订会 在那个党团协商 我一而再而三的提醒卫福部的代表 你们要时间准备啊给你们时间准备啊没有问题 林部长去日内瓦参加WHA 我们了解支持也愿意把公订会的时间挪 夺到今天6月6号 你们卫福部所交出来的所谓的评估报告 就这几张PPT哦 我不客气的讲 你们做出来的工作品质 比学生交的报告还要烂 卫福部里面这么多人才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今天部长说 本来 他讲完了以后 所有的意愿意识到说 可能会将近要往纳入劳基法的方向迈进 已经赶快动起来了 我要问的是 我在监察院的调查报告里面 最少最少2013年卫福部就已经说他们在规划 他们在研议 从2013年到现在规划了什么 研议了什么 就这几张PPT吗 我借由这次的公订会 虽然我不是卫兰委员会的委员 但是我借由这次公订会 我要拜托卫福部 从2013年到现在 你们所谓的配套 你们所谓的规划 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全部交出来 要不然我没有办法评估 我们卫福部是不是真的有在认真规划 现在这几种不一样的发展模式 包括大家最关心具体的时程 我所谓不一样发展的模式是说 第一个 全部赶快纳入劳基法以后 84条之一也不要去讨论 现实上有困难 纳入劳基法 是用84条之一 这是第二个模式 那第三个是 为了不要落入84条之一 所以干脆不要纳入劳基法 等到有一天我们准备好了 再回到模式一 这个是第三种规划的模式 今天又听到第四种规划的模式 说最执照的补偿 用特别法 或者是用特别的专章来处理 今天我相信在所有的 在公订会上 所有的与会专家 特别就劳基法 在受雇医师的时候 他所适用的设程范围 绝对不是只有公食 也绝对不是只有植栽 如果卫福部的人不知道的话 劳动部的人请协助 告诉卫福部的人 有纳入跟没有纳入 他所会产生的法律效果 差别在哪里 那这几种不一样的模式 彼此之间的利弊得失 评估在哪里 具体的时程评估在哪里 我在今天的报告里面 我完全没看到 人家民间代表做出来的报告 都比你们认真啊 如果你们今天觉得我对卫福部的批评是不公允的 没有关系 把你们的报告上网去 把今天与会代表的报告也上网去 让大家公平 部长我今天不是针对你 因为我知道你才刚上任 但是你要注意你里面的工作纪律 跟交出来东西的品质 我已经当面跟你讲过了 如果你今天跟我承认 这份报告的确是不如人意 以后卫福部会改进 我可以接受 我等你们进步的幅度 但是你如果今天跟我说 卫福部交出来这样子的报告 你很满意 那我就不能接受 这个就是我们卫福部的工作品质 我再说一次 2013年到现在 卫福部做了哪些泡套 配套哪些规划 全部一起交出来 然后在里面今天讲的是 你具体的时程你也没有分析啊 就说你成立了三个小组 那现在是要把这个责任 推给这三个小组吗 那里面有一些配套措施 根本跟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事情 没有关系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 是医师要不要纳入劳基法 跟意见评鉴制度的改革 意见评鉴制度的改革 现在不能做吗 今年在评鉴开始以前 不是有医生已经苦口婆心的 劝卫福部 早就应该要改革了 你把它列在这里的配套措施 是评鉴要改革 所以才可以纳入劳基法 还是评鉴如果不改革 这件事情没办法讨论 我都不晓得你们列在后面的配套措施的因果关系是什么 我希望卫福部加油 部长也请你加油 谢谢 好谢谢 下一位我们继续请台湾副产科医学会 我们的陈奇安陈医师 主席各位委员 还有部长跟各位长官 那我今天代表副产科医学会来这边出席 主要 其实我也不是理件事 主要就是 李市长是我同学 所以一些比较不好处理的事情 他通通丢给我 像那个什么住院医师 联理规划这个没有人要搞的事情 他都炸到我头上 连今天的会也炸到我头上 那其实出来之前 我们秘书长有跟我交代 我们完全赞成劳基法 不过你千记得万记得 要把主治医师也纳入劳基法 还好现在医劳盟的这些 这些同仁 他们也有这个共识 因为他们快要当主治医师了 可能是这样 那实际上刚刚讲的 那一些说 医师到会开到一半就绕跑这件事 事实上是有 我的老师跟我讲 不过我的老师不在台湾 他在美国 他在美国当教授 他说 他们美国很早就纳入劳基法 所以就说 有时候住院医师跟他开刀 他开刀 他想到说 你昨天是不是值班 他说是啊 下期待 好 下期 回去 回家 回家休息 剩下我自己开 所以病人 我们的病人不用怕了 不会有这种问题 不会说刀开一半 不会有人再开下去 起码主治医师会再负责下去 当然主治医师以后也是会有劳基法的 那有一件事情 有些资料我想我们需要来看一下 比如说刚刚部长提出来的那个医师的人数 大概每万人里面最多是德国 40.5个 可是刚刚医劳盟拿出来那个 data 你可以知道 你可以发现 就是 德国病人住院天数 其实是蛮高的 可能排在第二位 超过12天 平均住院天就超过12天 那这事情其实 二十几年前我在美国开会的时候 就跟一个德国医师 谈过这个问题 他说他们 诶 确实是这样没错 那问题是怎样呢 就是说因为他们看免诊的话 他们的收入比较好 那病人一住院的话 通通没什么收入 所以他们就只看免诊 然后把病人需要的丢住院 丢住院以后他家的事 那可能就是 以后我们要讲的 Hospitalist这一类的医师来处理 那问题就是说 会造成这个问题 这个在我们在规划Hospitalist的时候 要有好好的一个考量 那至于为什么说 大医院婚宴一直开一直开 是不是真的成本不符还会开 成本是有 其实台大一直在开婚宴 不过都是政府塞给我们的 我们也不想去开 那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大医院还能够维持 就是有一些procedure的收入 比如说你外科系的开刀的 内科系的 你做支架 做内释金 这一类的收入还在 所以基本上算起来是 还是可以维持 维持医院的那些营收 那单讲那个 单讲那个住院会的话 可能是真的是划不来 特别就是说 没有考虑到业间的问题 那另一个问题 大概我要提到的就是 就是住院医师训练的问题 我想副长可以啊 王市长可以啊 郭教授可以啊 雄所长可以 这其实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问题 可是大家都不敢讲 也不敢提出来 以后负责年利规划 就知道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以后的趋势 可能住院医师都要在医学医 重新训练 训练完以后当主治医师 再分到其他的医院去 那现在的限制来讲就是 你要应付各家医院 区域医院啊 地区医院这一些 你还是要编融合给他 有时候他们一年收一个 一年收两个 这个讲一句老实 而且他们的case不够广 疾病的范围不够广 这个方面实际上来讲 他信任可能是不太过的 我去过沙奥地亚拉伯 我去的时候 我当主治医师 我底下的住院医师 每个年纪都比我大 因为他们没有专科医师信任制度 都是印度、巴基斯坦、埃及、蒙加拉 甚至像黎巴顿那些去的 因为他们当了医生 也只能当住院医师 所以他们就是八小时的shift 八小时完了他们就走了 那一些也没有办法得到好好的信念 这个在 这个我想 这个是我们以后要真正来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住院医师的信任 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 要在哪个地方有多少的case来信任 这个我目前也没办法去面对 我想 卫福部这边可能以后要有一个好好的规划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额外的问题 现在就是说这个PGY真的很讨厌 他把妇产科类成必修 我们还要负责所有PGY一个月的信任 那问题是现在的妇产科医师 女医师在美国来讲90%的妇产科医师是 顺理性 在台湾我们大概 以台湾来讲大概也将近60% 那我们要不要信任这么多的男性医师 而且还包括加一科急诊科 那个都要必修 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很大 你信任医师95%以后都不看妇产科 碰到妇产的case通通丢给你们去看 那干嘛要信任呢 这个也是以后要检讨的一个问题 OK报告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是请这个 刚刚讲说没有这个医院经营的 这些代表 我想陈一鸣委员有经验 作为一个经营管理者 他应该有经验 我们邀请我们的陈一鸣 陈一鸣委员 谢谢主席 在场的各位 议会的专家学者还有部长 次长 卫护部这边的还有这个我们劳动部的陈雄文部长也有几次的这个咨询 那我想今天呢就是用我去简单做个报告 就是说给各位我们关心这个问题的我们一届的先进 还有我们的医劳某的一些同仁 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周延的地方 我们再来集思广义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就是我想医师 这个要入劳基法其实简单 但是又很复杂 因为这里面包括的医师 不是只有专科医师 也有住院医师 住院医师呢 其实在实习或者是在training的时候 其实都有就是训练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要马上赋予这个劳基法 每周四十小时的公司是有自然难省的地方 请看下一张 所以其实我在第一次的跟劳动部的 我的那个PowerPoint呢 好 没关系 所以其实在第一次的那个我咨询的时候 其实我就提到了 因为那个时候就申请 有提到一个林比的Zion Law 那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住院医师的一个法律 那在这里面他们订了一个 每周不要超过八十小时的这个公司 而且连续值班不要超过二十四小时 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也有跟医师师 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那因为目前住院医师 他们每周的公司是八十八小时 根据这个医师师定的这个住院医师的一个 一个准则里面 而且呢他的这个连续值班时间是三十二小时 所以我们是建议医师师 至少在医师还没入牢基法之前 在他的那个军医师的这个 的那个规定上面是不是可以马上的修订这个办法 让每周公司从八十八小时 减为八十小时 而且连续值班的时间不要超过二十小时 至少跟国际接轨了 那另外呢就是至于医师入牢基法的问题 因为这个牵涉的很复杂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建议是说 可以入牢基法 但是呢公司令定之了 就是希望能够还是进去 然后但是公司的部分呢 尤其是专科医师 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训练的问题 他其实跟医院的关系 可以是雇佣的关系 也可以是partner合伙人的关系 所以在公司的定定方面 其实这个专科医师毕竟已经不会再受到 住院医师的很多的训练上面的 时程上面的一些限制 他可以好好的跟医院 跟他的雇主或者跟他的合伙人 可以去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用公司令定的方式来解决 换句话说 我个人是很支持 就是医师是要入牢基法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考虑了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就是在卫福部的版本 是希望到2014年后 2020年能够医师入牢基法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更早了 那国民党的版本 是希望能够在两年后 就可以入牢基法 那当然如果在这里面 牵涉到了比较一些 滋滋结结的一些事情呢 是需要大家给我们更多的一些input 那还有呢 就是其实也关系到这个整个的 在修法的过程里面 对于 医师人力的规划 因为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在教育部做得并不好 今天其实有教育部高教师的司长 我刚刚今天早上也有听到他的发言 他好像都是主要是focus在 在那个PGY1那边的training那个的东西 比较没有谈到医师人力的部分 其实医教会还有TMAC 应该是责无旁贷的 要针对这个问题来好好的去规划 当然国家卫生院 我们知道说熊招熊所长 之前也有去做过一些规划的事情 那但是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医师人力的规划 如果现在五大接空 规划出来的教育部用的方式 是用公费医师的方式 然后训练100名公费医师 其实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反弹 甚至像在阳明 很多的学生甚至是叫他们学弟妹 不要来念公费医师 因为念了之后 后面绑锹还要赔偿的部分 其实让他们的生活品质是很不好 而且公费医师就算是培养出来 可能还要十年后才能够 才能够真正进入职场来服务了 所以本期其实是觉得说 医师人力的规划 医师医学系是不是足够 需不需要再增加医学系 这个部分用每个学系 去分担20 30个名额的公费医师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没有vision的 没有远见的 那我为什么觉得说 医学系应该要考虑要不要增加呢 其实这是一个大战略的考量 可能在座有一些利益团体 可能或者医师团体会反对这样子 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说 其实台湾在医学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现在其实也面临 这个热带医学人才不足的问题 所以如果政府这边 他要做一个文媒传染病的 一个国家级的机构 那这边如果能够结合医学系的设立 培养人才跟兽医 还有昆虫学家一起来做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在防疫的工作上面 是会更有力量的 所以在医师人力的规划上面 我是建议说应该教育部要做 责无旁贷的 要再做更精确的规划 否则的话 我们这个医师如聊即法的 将来实施的时候 如果有医师人力不足的部分 就会造成一些状况 那以上发言 就交于各位一届的前辈 先进 那请大家不吝指教 那欢迎大家给我更多的 就是意见 我们也能够纳入我们将来问证的一个参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我们一楼盟的 我执中吴 吴医师 在这个吴医师发言结束以后 我们是不是休息个五分钟 给大家上个洗手间 主席各位与会的一届前辈跟官员们大家好 我是一楼盟的吴医师 很高兴今天大家都有提到一些点 那有些点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提供一些思考的题材给大家 第一个是承接刚刚委员提到 是否又患寡又患军的问题 几个点啦 就是在卫福部今年1月所出版的 2025卫福政策白笔书里面 大概170页到178页都有提到医疗效率 还有所谓一些民众被医疗系统 目前现有健保医疗系统 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医疗的需求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是已经被产生所存在的 那我有点想好奇说 卫福部在医师纳入劳基法这边 是不是针对这个相关会有所配套措施 这是第一个点 这个有一些证据啦 比方说英国其实在近20年来 他们住院医师的工时从每周100个小时 逐渐下降到每周48个小时 但是在这个期间 英国的医疗的品质并没有下降 英国的population人数也没有下降 所以这证实说 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有讨论的空间 这是第一个点 那伊朗蒙目前提出来的这个数据里面 有提到台湾民众的就医门诊的次数 住院的天数 其实也是高于世界新定国家的平均值 那所以这些点是否等一下在第一轮的 微博部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一些回应 那第二个点则是 很高兴刚刚洪委员跟林委员都有提到 其实这整个制度的问题是财务的问题 台湾医师人力不只是医师 医师、护理师甚至所有的医师人力 它的劳动成本是被严重低估的 那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整个人力的分配 所以这个部分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思考的题材 简单发言到这边 好 那我们就先休息五分钟 待会我们继续 谢谢 谢谢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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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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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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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这个 然后呢 感谢观看 那这样子 感谢观看 跟我们是 没有人家 感谢观看 就是 最可恶的是齊美医院 他逼着我们两个官司的诉讼救助 都缠送到最高法院 且又发回更审 齊美医院这样的行为 根本就是要逼死蔡医师一家 两件官司都是时间还有亲戚的消耗 齊美光是诉讼救助 就跟我打了七八个官司 我缴钱都不知道缴到是哪一件官司了 再加上两个主案 有五个官司 加起来有十多个官司 十多个官司 律师费是案件记仇的 钱从哪里来 你们在这边坐在那边说配套配套 配什么套啊 钱从哪里来 你叫我们跳楼吗 这七年 官司没有判 我们怎么过 我带着一个当年才六岁的 六个月大的小孩 六个月大 还有我一个失忆的老公 他们两个 当时候都要换尿布我 他们两个不是一个 我要找资料 我要每天送我老公去复健 齐美医院没有积极地帮助过蔡医师附件 反倒是一再刁难我 值班表推托都不给我 还另行自行更改 我们新人的雇主一再一再欺骗我 说值在认定后不再异议 但是还是继续增值 他是增值在老保局的认定的资料上面 他不送 他又在异议 所以我们拖了很久 另外薪资病倒了以后 就不再给付了 老保局在98年11月20 也就是发生事情之后的七个月 付了我们1243元 99年10月6号 一年半以后 事故发生以后的一年半 再给345192块 事发后两年 100年的4月22 再给付18万多 事发的第三年末 101年的4月 蔡医师的老保被退掉了 所以领了87万多 他现在是没有老保的 在这中间发生 齐美医院不给资料 老保局就不再做审查 没有办法再审查 因为齐美医院都不给了我们资料 蔡医师就算拿了老保局这些钱 也不够支付庞大的诉讼费用 更何况遥遥无奇的诉讼 前一阵子我看到一则新闻 我心里觉得真的很不是滋味 一个保全 我不是说他过劳怎样 我也是很难过 但是一个保全 他至少有84条之一的保障 因为他有劳基法的保障 所以过劳 职灾认定 到最高法院宣判只花了三年 只花了三年喔 但我先生因为职业是医师 他的官司还被认定需要负担65%的责任 因为他是医师 没有劳基法的保障 医师该怎么争取权益 这是我在这几年里面 我觉得在法院里面能够 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时数 时数的认定 不是你们说88小时就算了 他在法院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像医师开刀 开刀上刀之前的时数要不要算 刷手的时数要不要算 下刀以后写病例的时数要不要算 不好意思我们在法院都没有算进去 都没有算进去的状况下 我们都达不到88小时每周 88小时乘以4等于多少 352小时我们达不到 表定时间我们是达不到的 你说如果不是用表定的话 那其他时数怎么认定啊 我要查病例吗 病例可以这样查吗 很庞大半年的病例耶 有人愿意查吗 那我们的时数却是用 劳机法8个小时计算的 他成会没有算 成会我们完全没有算 从8点开始计算 中间12点到1点也是扣除的 因为要吃饭 然后之后1点到下午5点上班的时间 你觉得一个医师开刀一直开刀 中间有可能去吃饭吗 当然是不可能啊 可是他也是不记账在里面 我也不懂 反正你们在这边吵啊吵 但是到了法院 一概就是以你们所 所写的白纸黑字去论述 那对我们其实 对医生来说是很不 很不利的 你定了88小时好了 80个小时好了 加加起来我们都达不到 我们都达不到 因为法官根本就没有想要去了解这个生态 因为他不认为医师可以工作这么久 然后我实在也不知道 我讲到哪里了 像蔡博腔有高胆固存 可是他只有刚刚高高了一点点 但是他认为法官认为他有自我管理的问题 问题是自我管理 他要休息啊 他要运动啊 问题是他一天到晚都在医院里面 他怎么运动啊 你可以告诉我吗 还有现在我这样的状况 例如他这样子并不高的高胆固存的状况 那我要找哪一个单位来协助我 没有一个单位可能替我背书啊 我的问题是在法院里面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需要公文 我当时候所有的保障我都不知道 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 什么院我都去过了 连监察院我都去了 所以他们有一个监察报告出来 从监察报告里面我们得知三天一半 不可以超过三天一半 所以现在在讲三天一半是从哪里来 从监察院的那个报告出来的 那个东西是我们发病之后三年多才出来的 可是它上面有一个平均 平均三天一半 你的认知是什么 平均三天一半 那表示一个月可以值几班 值十班 可是卫福部说不是这样 只是班与班之间不可以超过两天 超过两天 那我单单问平均或不是平均这个问题 卫福部就可以给我拖好久 我一个字一个字拆解问的 卫福部是在刁难我是吗 还有一个就是我寄公文去卫福部 可是卫福部并没有受理由 我必须从行政院转到卫福部去 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懂 因为你们是官我也没有办法 我今天二省能够 胜数算是胜数 一点点的胜数 是因为靠着外界的团体 不是靠着政府 也不是靠着我们所信任的卫福部 帮助我的 我不知道你们都在做什么 反正我只有一年或者两年才出来发生一次 你们也不会害怕了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今天站出来 是我的错吗 是我老公的错吗 今天新闻这样子追着我们 是我们的错吗 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子啊 每一次问每一次都是伤痛 我今天回去我又是哭得稀里哗啦 我也会影响到我的小孩 可是我愿意吗 我不愿意这样子 可是你们一直都没有给我答案 法院一直都没有给我一个答案 什么样子都是医师的错 最错的是齐美医院啊 一个不负责任又狠心的雇主 为什么你们不是去骂他啊 为什么一天到来骂我啊 还有一个 齐美医院到现在 只有给我一万两千块的慰问金 至于高压养治疗的费用 它是请求在法院里面请求扣除的 还有蔡医师所领的劳保给付 也全部从我们请求的金额里面 全部扣除 很奇怪吧 我想问的是 三天一班 当时候三天一班 是评鉴里面的 弊品还是不是 为什么 评鉴了过关的医院 可以违反三天一班 值班三天一班 违反了又没有任何的法则 没有法则 你既然没有法则的话 医院怕什么 他也不用负担 医师过劳这个问题啊 根本就不用担心啊 有的时候如果受不了了就跳楼啦 那根本就不用赔啊 那他医院拿了评鉴的钱 他们有拿评鉴的钱 那为什么 他们训练这些医师是有钱拿的 有补助的 那为什么没有法条去定他们 没有法条可以去 罚他们 罚到他们怕了 他们就不敢这样超医师了 不是吗 第三个 我需要劳动基准法的保证 但是我只能解决这一点点 一点点的工 就是问题而已 不是全部的问题 医师过长 就是医师因为过长的时间疲劳 还有睡眠不足等问题 不仅是危害 医师健康增加了各项 执灾的风险 更直接影响 照顾病人的品质 你知道吗 当时候我老公的学长 他在旁边要开刀 砰一下 昏倒了 他已经上刀了 那病人怎么办 这是事实 过劳 可是他不敢坑气 我的同学的老公也是过劳 可是他敢坑气 他不敢坑气 他有 他有 呃 醒来 他也状况有 好长 也回到医院去了 可是他敢坑气吗 他不敢 为什么 因为没有勇气啊 最后我想说的是 不管你们讨论些什么 不是牺牲某一个族群的幸福 换另外一个族群的健康 更重 严重的问题是 四大科的医师 这个族群慢慢的消失在台湾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两件 两件呢 告上法院的案子 都是一班外科的住院医师 都在三十四岁 三十五岁 住院医师第一年 第二年 值班是十一班到十二班 每月有十一十二次的 连续上班时间 不好意思 超过时间了 连续上班 三十二小时以上 常常是连续值班两天 住院医师第四年 虽然降至六至七班 但上到的时间变长 表定的时间 连续上班有四十二小时 以上 以上 每周超过一百零二个小时 请问 这是符合人性的工作吗 这样的劳动环境 还要让我这个不懂法律的 太太 继续独自面对司法 总不能牺牲 受雇医师的权益 可以造福全台的病人吗 我再讲的更严肃一点 卫福部明知道超时工作会导致死亡 却一而再再而三 用行政程序制度拖延 医院的破坏 拜托卫福部 现在就让我们纳入劳机法 好 不平等 并不是个人自我管理的问题 是体制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蒋万安委员 谢谢主席 我们现场所有的 我们一届许多的先进前辈 还有我们行政部门的长官 我想刚刚听了 蔡伯昌太太的这番话 我觉得让人感到非常的难过 同时也感到非常愤怒 我想今天林部长在这边 我们卫福部很多的同仁也在这里 我相信今天有这个机会 听到了我们蔡太太的这番话 所以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时候 我希望卫福部跟劳动部 尽快的将医师纳入劳机法 我想我在这里 首先我也讲结论 我的态度就是 我是支持医师纳入劳机法 那我想最近发生很多的实习医师 主治医师等等发生过劳 造成死亡的这些事情 我常常也在想 我们第一线的医师如果都累垮了 那我们民众的健康 谁来照顾 谁来守护 我想这是 我不是医师 我也不是医学专业 也不是护理人员 可是我常常是一个病人 我想一般百姓 面临到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第一线的医师到了 那我们民众的健康怎么办 所以我想刚刚谈到很多 我想不只是工时的问题 劳动条件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医师 没有纳入劳机法 他今天除非医院帮他投保 自己投保以外 今天他没有办法领到直在补偿 我也找到了过去很早期 包括行政院的卫生署 还有以前的劳委会 在以前他们做的函事 都说医师并不适合纳入劳机法 当时的理由 现在看起来都不合理 当时他们认为说 这个医疗保健服务业 服务的对象是病人 不单为劳资关系 涉及医师病人关系 所以行业有别 具有特殊性 那劳委会在86年 也有一个函事说 并不适用劳机法 但是我发现103年4月1号 律师都可以纳入劳机法 可是我们医师到现在 都还没办法纳入劳机法 所以我想我们林部长 在日前也提到 就是说希望在四年后 2020年能够将住院医师 还有一般医学训论医师 PGY纳入劳机法 我个人是持非常肯定 我觉得部长愿意这样出来 承诺四年一个时辰 但是我相信 社会上还是有许多的声音 也就是说今天提出来说 四年后2020 我们将住院医师 还有PGY纳入劳机法 可是相对的会衍生一些影响 包括 训练的时程不足 我们医师人力的减少 所以我们必须要增加医学生 公非医学生的招生人数 甚至我们必须要扩充 我们专业的护理人员 等等 还有当然部长你也提到 我记得说要仿照美奥 设立所谓临床医师助理这样的一个制度 我觉得这些都是点出一些 可能未来发生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想办法 来补充人力的不足 必须要扩充护理人员等等 同样我也想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在这里也提出来 包括 比如说 我们住院医师如果工时降低 工作转嫁的问题 是否会让本来医疗人力不足的状况 更为雪上加霜 第二个 交班频率如果增加 病人的安全照顾 也会产生一个问题 同样的 如果我们专科医师训练年限 也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延长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小型偏乡地区的医师 原本就面临人力短缺的 这个冲击的时候 那我们卫福部 这边有没有相应的一个办法 一个方案出来 所以我想 刚刚提到 2020年 部长说 希望能够将住院医师 还有PGY纳入老基法 可是也有一些声音说 四年会不会太长 我们刚刚听到 我们蔡太太的一番话 这真的是一个时机 一个契机 我希望卫福部跟劳动部 尽快的 今天我们借这个公庆会 大家都有发表大家的意见 是不是我们可以 加快速度 能够尽快让医师纳入老基法 当然也有部分的声音说 部长提到的是住院医师 还有PGY 但是能不能够更快 将全部的受雇医师纳入 一步到位 如果相关的这些配套 都能够处理好的话 我想最后 这个我还是强调 如果有好 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我们有好的医疗环境 给予医师好的劳动条件 我们民众的健康 才能受到更好的照顾 我想这个是国人共同所期待 也是大家有的一个共识 所以我真的希望 我们卫福部 还有我们劳动部 这是两个组则单位 必须要共同面对 共同解决的 所以在这里再次的希望 我们林部长在这里 能够尽快的将医师纳入老基法 谢谢 谢谢我们蒋万安蒋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廖国栋 廖委员 主席 各位委员 还有我们行政官员 各医疗院所的代表 这个题目 事实上我们已经谈论多年 可以一直都不能解决 这么多年之后 我们的林部长 有这样的一个勇气 来再次的把这个题目摆出来 要面对它 要解决它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精神 我说是精神 但是在实务上 怎么样去做好 相关的准备 我觉得 卫福部跟劳动部在这里 并没有很多的相关的准备 我简单地讲几个例子 刚刚大家提到的 就是三个大的关键 第一个就是劳工的定义 医生到底怎么样会变成 是劳工的一分子 这是要从法规来处理的 第二个 医师的薪水 他的薪资到底要怎么样定义 这个牵连圣广 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知己 当然公使的安排 刚刚蒋伟员也特别提到了 怎么样让人力足够 不够的那些人力 包括偏乡如何去补足 这个都是前次周围要做好 你们都准备好了 你才能够说好 我们准备上路 我不晓得 卫福部给你 你给自己有多少的时间 来做准备 我没有听到你们的报告 但是我们回头看一下 相关的法规的规定 劳基法第二条第一款 劳工是指受雇主雇用 从事工作获制工资者 叫劳工了 那医生 不知道你也知道 现在医生跟医院的关系 不是单纯的劳雇 不是单纯的劳雇 很多都是那种承揽关系 是承揽关系 不是劳雇的关系 所以如果在这个部分 你们没有去突破 把它单纯变成 按照劳基法的规范 就是一个劳工 一个老板 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第一个你就会卡住 第一个就没办法往前推动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医生的这个薪资 到底怎么样算 怎么样去定义它 你看这个劳基法第二条 第三款这么说 工资 就是劳工的工资 就是劳工因工作而获得之报酬 包括工资 薪金 按计时 计计计计业等等 用现金给付的 奖金 津贴 包括这些经常性给予的 这个都算数 比如说我们医生 现在很多都是领PPF 包括公家医院也是这样 那这个有时候两三个月发一次 有时候一年发一次 这个算不算经常性的给予 你们真的要研究 特别是这个奖金 绩效奖金的这个部分 有时候多 有时候少 不是固定的 我看你的这个业务量 才决定你这个业会领的 都会领的少 那接下来 你一旦计算工资以后 部长要注意 劳健保的投保薪资资料 会一并调整 会一并调整 那么医生的基本的薪资 基本上它是最高端的 这是最上限的这个部分 除了劳健保的薪资 这个资料要调整以外 税间机关也跟着要来了 它会查你的税 它会 如果按照现行的 这个医生的薪水 大概都会是最高级绩的 最高级绩的你知道吗 像这些 还有其他怎么加班 职业灾害 年假休假 未领 没有放假 然后领工作机 这些等等了 你们都要整理完 你才要大声说 我准备要把医生纳入老机房 当然第三个 比较麻烦是工资的安排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人力的不足 或者是某些科别的 一个人力的严重缺乏 如果你们这个不处理的时候 到时候我说 我八个小时 我到楼下班了 一走了之 可以吗 医生是不会这样做的 在我们那个时代 我们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在工作 不像现在突然想到这个 老机房 这个相关的规范 不错啊 对医生也很好 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但是你的整个配套作业 一定要先准备好 你们才能够讲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讲最后 我给你们的建议了 这个结论呢 有一个事实 恐怕很少人注意到的就是 我们在修二代健保的时候 我们在修二代健保的时候 明定 政府对于整个健保的支出的 负担的最低限度 至少要百分之三十六 百分之三十六 甚至我还在未还委员会的时候 我也大声疾呼希望 这个要按照 依法 依法行政 但是我们看到每年 这几年大概都在百分之三十上下 这个算起来简单 如果我们现在一年的 这个健保的起付 零零总总大概六千亿 昨天说七千多亿了 如果六千 我们就算六千亿 差个百分之五 就三百亿 政府每年欠 我们的健保 是欠了三百亿 如果这个钱能够进来 是不是可以变成 来来培养人力 甚至处理这些 我刚刚提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 健保 那个卫福部 健保署 快点研绎 这个怎么办 部长你要在这个 国发会 或是行政院 在分配预算的时候 你要大声疾呼 你要距离力争 这个三百亿一定要拿到 我在委员会都是提的 但是就是没有错 谢谢我们的廖委员 那我以上就把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做这样的一个表述 让你们知道 好 下一位我们请吴玉 请委员 主席还有与会的 我想我们的专家学者 我今天能够听到 我们基层的一个声音 真的非常的 应该说我们受益良多 那刚刚早上的发言 好像来自雇主方的 没有还没有上来 只有陈一鸣委员 刚刚可能代表雇主方来做一些发言 可是我觉得 我这边要想 真的也要回应 刚刚曼丽委员也提到 我们卫护部代表去欧盟 分享我们八仙城报的一个医疗成果 可是在发言上面却是去谈到 因为我们的公时过长 所以碰到这个重大灾难 又拼命加班救治 这真的非常伟大 可是如果看到我们基层的医疗人员身上 这样的一个报导 我想大家都蛮难过的 因为我们是奠基在一个超时工作 那又加上意外的这样的一个灾难出现的时候 我没有超时 而且是拼命 几乎大家都是每天每夜的在加班 我觉得这个也许是要肯定 我们这些医师 还有我们护理人员的一个功劳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经验能够让欧盟的国家来复制吗 我觉得不可能 就像这个王师长自己说的 欧洲的医师公时短 所以医疗资源有限 人家公时短是尊重医师的人权 所以我想我们这不应该 未来在国际的一个发言上面 可能还是要考量我们国内的一个 真的这样超时公时 真的是不宜的一件事 那再来就是有关 刚刚部长在报告的过程中 好像有特别提到 要把组织医师也都要纳入老基法 因为这刚刚的这个书面资料的报告 好像有点让我有点疑惑 我就所以要待会 如果部长有机会澄清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一阶段的 这个纳入老基法还是两阶段 一阶段是说 这个住院医师先纳入 还有PGY的医师先纳入 然后再逐步纳入主机医师 可是刚刚听起来口头报告不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期程 在2019年要完成 到底这个配套措施 是要怎么样加紧脚步 因为我是有点担心 那还有一个提醒的是 如果我们现在纳入老基法 还是用84条之一 各位我们的一届朋友可能要注意 84条之一 如果我们的劳动条件 还是88小时一个 一周的这样的一个时数的约定的话 这超时也是过长的 所以卫护部还是要努力来 这个努力是说 那怎么样让88降到80 甚至降到70 甚至是降到50 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努力 这个期程是什么 那另外就是我希望劳动部帮忙的是 怎么样协助我们医院的劳工 我们医师组成工会 来跟我们的医师 医院的管理群来做所谓的协商 如果我们的工会没有强出来 没有出来的话 你怎么跟医院谈 那个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 所以这是两个 可能在这个目标上面 卫护部有卫护部的目标 我觉得劳动部也要有劳动部的目标 怎么样协助我们这些医师来组成工会 能够来有 劳资的一个 协议的一个能力 这是我想要提醒的一个部分 再来有关在相关的配套措施 部长刚刚也特别提到说 要提辅助人力的制度 那我想这里有两个人力 一个是专科护理师 一个是所谓的这个 医师临床的一个助理制度 那我了解的是 我们专科护理师 目前已经有5702位的专科护理师 而且是经过我们 算是蛮严密的一个训练 也有考照 那这群人不够用吗 还是说我们是应该更加强 这一块人力的一个培训 可是你这个医师临床助理 到底是谁啊 谁可以来成为医师的一个临床助理 我没听过啦 所以我不知道这群人是谁可以来担任 那我想这个部分是要再有一例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去加强的是 专科护理师的相关的一个训练 因为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制度 而且帮忙我们的医师们 都在做相关的值班 或是业务的一个分担 所以我想这部分要提醒 另外就是在部长的报告里面 有三组的这个 相关的一个推动小组的一个人员里面 却完全没有护理人员的代表 护理专业的代表 没有在里头 那这个是重要的人力资源 可是我看你的所有资料里面 没有护理代表 所以我想提醒部长 这个护理人员 护理师公卫 或是专科护理师的相关的代表 应该要进来 不然让他们 你们指派他们工作 他们全部承来嘛 所以我想这部分要尊重一下 护理界的一个声音 那另外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因为医师公实过场的问题 也真的是不得不面对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改革的时间 那我期待是说 其实在改革的过程中 我们过去一直在谈的分级的医疗 或转诊 真的要做了 健保法立了那么久 分级医疗根本没有做到 可是也同时要跟民众端沟通 因为我觉得民众端也要了解 医师不是超人 不能应该超死工作 该给人家休息还是要休息 所以病人端可能也要了解 这个改革过程中 可能他会受到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这民众端的沟通还是要的 那我想我这次也要肯定 这个卫护部将这个 医师纳入牢记法 真的有动起来 因为过去国民党执政了八年 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要立刻说八年内 没解决的问题 我们四年内要解决 那就要赶紧加紧脚步来做 那我想这个应该不是我们 会去逃脱的一个责任 一定会去面对 也会来做努力 但是相关的这个准备 还有这个提成 我想还是希望更明确一点 能够让我们一届能够放心 我们真的是要改革 那个改革的时程能够更清楚 然后也有很明确的一个时间表 那也真的能够让他们的工时真的下降 而不是虚的 八十四条之一真的是虚的 应该要明确的是工作时间应该往下降 谢谢 好谢谢改革的齐全 其实今天公听会本来就是希望看到 卫福部很具体的告诉我们这个纳入劳基法适用 然后那个骑程会是怎么样 大概今天本来预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这个时程出来的 因为大家希望改变是现在就要开始了 但是呢我想今天还是没有很具体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我们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 对于职灾最专业的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受害人组成的一个团体 我们的贺光万来贺 贺 贺专员 贺专员 贺光万 OK 各位大家好 因为大家都要吃饭抱歉了 这这么晚在 隆时于我想几分钟的话 我觉得我刚才我只针对一点 因为大家吃饭 我觉得卫福部刚才讲的一个事情说 职灾要与公时脱钩 我想这是一个最毒辣的一招 为什么呢 我想刚才的卫福部里面报告里面 已经揭穿了一个事实 我们用这个职业的 职业心血管疾病的认定准则 然后卫福部劳动部已经有规定了 一个月 一个月加班时数只要超过92小时 或者是一个 二到六个月的话 加班超过72小时 也是什么 正常公时扣除以外的话 加班的这么多的时数的话 其实就是会列为 过劳症的极强的因子之一 记住喔 是过劳症的极强因子之一 第三个是说 一到六个月呢 只要超时工作 37个小时 就是一个增强过劳的因子之一 那我们再看看卫福部的报告里面 老实讲 我刚才看的第六页里面 你们大家看那个公时 医生平均公时 我叫全部中标 全部中标 换句话说 现在只要是现在所有的医生 因为心血管疾病所发病的 依照我们的 老中部的认定基准 都会被认定是过劳 都会被认定是过劳 也就是说 如果站在我们公交协会的立场来看的话 此时此刻 我现在看到所有的医生 都在我的过劳的风险之中 极强 或者是增强当中 这样子的风险 每一天都在发生 今天要回应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到底 劳基法到底要不要适用 我觉得是要赶快适用 当然 当然 现在我们所有的医生的生命权 现在都在岌岌可危之中 到底卫福部要怎么解决 我认为这件事情上 应该不是一两年 一两年就要 应该是马上就要 这一个会期或下个会期 就应该要把它列入 正式列入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劳基法要列入实施当中 并且要提出公实的改善案 这已经是迫切的问题了 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说 在这边提醒 所谓的医生 如果你们真的有 要想要改善你们的 职场的公实的部分 公交协会的经验是 要走上街头的 不是只有坐在这边聊天 就有可能 或者这边对话 就有可能来要求 把我们的生病情人要到 我们呼吁 所有的医生们 站起来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下个阶段 再来立法院这边抗议 并且到卫福部抗议 谢谢 果然是最专业的 接下来我们第一轮的发言 是不是请我们 这个行政部门来回应一下 那第一轮 我们的行政部门 回应完以后呢 我们就中午休息 那第二轮 我们下午再继续开会 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 部长或司长两位 主席各位委员 部长还有各位先进 非常感谢 因为我跟部长都是医生 然后我也是职业医学的博士 所以对于这个议题 我们是绝对跟大家站在一起 是非常认同 那因为刚刚陈曼丽委员 还有吴玉琴委员 都关心八仙承报这件事情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讲一下我们的原意 因为在八仙承报 我们去欧盟分享 我们并没有分享到公式 我们分享的是 我们怎么动员 人力 我们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 全体国人 还有全体的医师人员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动员了六千多人 包含两千多名的医师 两千多名的护理人员 我们的医师公会 我们的护理师公会 怎么样在当下呢 组成一个就是招募 这些志愿的人 然后怎么样去动员 医护人员给我们 非常大的支持 然后我们政府跟民间团体 跟医院怎么合作 所以我们分享的是这个 所以很抱歉 报道 报纸的报道可能是 有我们还没有 讲得很清楚的地方 在这边不是我的 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的 我们这次在世界卫生大会 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Health System 就是医疗的这个系统 最重要的就是 医师人员的留任 跟劳动权 所以特别有 在部长的演讲中 有讲到说 我们会跨部会合作 我们会政府一体 在教育劳动 跟卫生福利部的努力底下 我们怎么样去确保 我们医师人力的 这个很强的一个体系 所以这也是我们念之 在之的一件事情 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我们 我们要报告的是 人力冲击的配套 虽然在102年的开始 我们有指引 但是我们做的不够 所以我们继续的 在过去的努力底下 包含我们展开了社会的对话 我们请劳动专家一起做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 Hospitalist的一些 薪资奖励计划 公使奖励的计划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今天 我们能够在劳动基准法的 适用这个部分 我们能够更进一步 所以在制度方面的配套 就包含刚刚所讲的 辅助人力的部分 那刚刚有委员 吴委员特别要我们说明 在专科护理师的部分 是否不足 我们刚开始 确实我们是把专科护理师 当成是补充住院医师的 这个缺口部分去做讨论 可是后来当我们检视 护理的人力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护理的人力 跟我们医师的人力 同样在跟OECD国家 比较的时候 我们是在平均值远远的下面 所以我们专科护理师 如果说我们需要专科护理师 大量的补充过来 来填补住院医师缺口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 我们互并比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也会相对受到影响 因为在OECD的这个平均值上 我们药师人力 是在平均值之上 可是护理人力跟医师人力 是在平均值之下 所以这个是我们考量到现实面 我们可能要引用 像其他国家有讲到 临床助理 医师助理的这个方式 共同用辅助的人力 来协助我们达成 另外配套部分也包含 在医疗模式 如何用整合医疗的模式 所以Hospitalist 然后民众的需求 是不是要分级医疗 这都是我们在未来改革小组里面 会逐步去讨论的 那最后有提到说 我们到底是一阶段还是二阶段 那我们目前在部长早上 所提的这个部分 是我们是要朝向一阶段的方式 在109年之前 我们能够让住院医师 跟所有的受雇医师 同时纳入劳基法的适用 那在84条之一的这个 虽然是84条之一 但是因为各科有各科不同的特性 那我们可能会分科讨论 比较适合的一个议定工时的上限 所以我们是朝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来做努力 至于植栽跟相关的保护 我们也会在这个之前 进我们各种的行政手段 来做努力配套 那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先行 在医疗法或医师法里面先纳入保障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在未来的改革小组里面 一起做更进一步的讨论 以上 谢谢 部长要补充吗 部长在讲说这个脱钩的事情 你要不要再说明一下 另外我们是不是也想请司长讲说 如果我们有人主张直接 现在就适用 然后用84-1 这样子你们的弹性就会存在 这样子可不可以 执行面会有困难吗 那我们 预师纳入牢计划 基本的基础就是84-1 所以以目前的情况 一定要84-1 当作配套才能够实施 那刚才我提到脱钩是 如果 我们现在很清楚一阶段就是 其实我们没有 我们的法是没有住院医师 组织医师这个名词的 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受雇医师全部 同时纳入 那同时这已经没有问题 那哪一年纳入呢 是四年之内 四年之内 当然如果能够提早 越提早越好 那四年之内就是要看我们的配套 那我们配套刚才提到那么多 如果大家觉得四年真的是太长的话 那如果为了这个直载的保障 甚至如果立法的技术可行的话 是不是可以先把这个直载保障 不管在医疗法里面 在这个导致法里面纳入 这个是万能提的意思是这样 好 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不是主张脱钩 而是说 有没有可能 但是因为你这样一主张以后 他可能就会脱钩 好 我们是不是请劳动部 刚刚我们很多人 抛出很多的意见 这样子 劳动部 包括很多食物面 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说 怎么只有超刀时间是公时 其实我们从劳动部的角度来看 很多的劳动 其实都是公时里面 好 是不是等一下第二轮发言的时候 如果我们这边 有提出相关的这个制度面 或者是这个一些质疑 那请相关的部会 应该要回应一下这样子 好不好 主席各位与会 那今天大概早上在讨论的部分 刚刚其实林部长也有做一个很正式的回应 就是说 是医师是要一次纳入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相信说 只要卫福部这边 他人力配套的部分都已经解决了 那劳动部这边是一定会全力配合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说 有关职灾补偿的部分 刚刚林部长也有提到 其实这个意思其实是说 因为我们还没有指定之前的这一段期间 那大家很关心 职灾补偿的这一块怎么处理 那职灾补偿的这一块的话 如果可以在医疗法规那边 可以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去订定 可能在法制上 类似准用 他的职灾补偿的部分 准用劳动基准法 相关补偿规定的话 那可能就职灾 大家很关心的这一块就可以处理 当然那个劳动条件的部分 其实不止只有这一块 很关心的 包括还有其他退休金等等 那其实包括像退休金来说 现在有新制的退休金 那医院的部分的话 其实也可以主动来帮 我们的那个医师朋友 先来做自愿提交 那也许这个部分的话 从一些行政措施上面 从卫福部这边来推动 也可以来在这个之前 也可以都可以来先做 不是不能做 那医院也可以在他能力的范围内先做 我刚才提到的是说 在还没有办法 指定适用之前的话 都可以来先做的部分 那法令现在是没有限制说 这个时候 医院不能帮医师来做提拨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包括产假 其实有一些产假的部分 大家也很关心 产假其实现在有 性别工作平等法 也有产假规定 它存在的 那医院应该也不会说 这么不人道说 对于那个医师 请产假的时候 还给他扣工资 不给他工资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大家道理上也没有的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并不是完全无法可管的 那再来的话 刚才提到说 整个要纳到老基法的 这个部分来讲 因为还是 所有的人力规划 包括史诚 看起来都是要有 84条之一 一个比较 弹性一点点的公时的规定 然后才能够破除掉说 现在老基法来讲的话 它还是一般规定里面 有一天 12小时的公时上限 这一般规定 一周的正常公时 40小时的上限 这个是再讲一般规定 那如果84条之一的话 这个弹性可以存在 那这个 指定适用的 那个辞呈 势必是可以往前再提前的 那现在就是说 对于那个84条之一 将来这个配套 那个时数 大家可能会担心 会不会还开得很高 很高的一个时数 刚刚工商协会的 也有在提到是说 那个时数如果按照 现在标准看起来 都觉得很担心 那其实这个部分 因为已经 卫福部这边有成立小组了 那我们劳动部也参与到 这个小组里面 那其实在这个先期的规划中 一定会全力跟 卫福部这边来做商讨 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意见 因为小组里面成员 包括有各个领域的人员 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会把我们的意见 很真实的来做这边反应 我相信那个时数 不会让 不会是 不会超过现在 大家医劳盟今天提出来 在简报里面的那个版本 以上 好谢谢 基本上我们是说 因为适不适用 事实上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劳动部 还不是卫福部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就直接宣告适用 我们就可以了 本来是大家都这样期待 不过你们刚才讲说 其实还没有适用 以前你们 可以让雇主提拨退休金 什么等等 其实我觉得 劳动部讲这些话 其实是 顾左右而言他 因为连卫福部定出来的 这个住院医师的 公使指引 定出一个指引都被踩在脚底下了 事实上超过指引时数的多乳牛毛 那更何况是一个没有法律依据的 一个行政指引都没有效了 更何况如果没有法律依据 你叫医院说 赶快提拨退休金 给这些女性的医师除了产假以外 给她母性保护 母性保护还包括夜间门诊的 还包括这个等等 相关的哺乳的等等 所以你说这个 让医院雇主可以自动想要去做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劳动部都非常知道 那讲说要准用 这个职灾补偿的准用 那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除了职灾补偿以外 大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有了职灾补偿以后 大家会觉得会冲击到 我们对权力要求的那个强度 你先给了我们一点点这个准用 事实上对我们来讲 劳动部也最知道 职灾是预防原则 不是事后补偿原则 那个预防就跟工时是绑在一起的 绝对不能脱钩的 所以如果要做职灾这块 一定要跟工时绑在一起 这些话由劳动部来讲 讲出来是比较嘲讽一点 因为他们很专业 所以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那我们部长 我们卫福部部长 对于刚才蔡医师的夫人 所提到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个人也觉得非常心痛 所以我等一下中午有休息的时候 会跟齐美孕来联络 第一个请他们先停止诉讼 不要再诉讼 先解决这 第二个他们要站在 疼惜自己员工的这个立场 这个心情来给予多 给予关心跟补助 这个我想我中午就先做到这一点 好 谢谢 谢谢部长他愿意去做 虽然做不做的诚是一件事情 他说他愿意去做 那我们上午的开会 先暂时在这里先休息 那我们下午两点继续开会 那我们现在休息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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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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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